好 我們主辦單位以及各部會的長官以及貴賓 以及各位青年朋友們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非常開心今天大家來到這邊來參加我們青年海外度假宣導會的活動 那活動一開始呢 我們要先邀請到我們的主辦單位教育部青年署的張賢頌 張主長 上台跟大家講一句話 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我們外交部李處長還有我們各部位的先進 還有我們澳洲還有韓國 日本我們駐台辦公室這邊的代表 還有我們這個各位青年朋友們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謝謝各位今天熱情的參與 雖然外面下著雨 但是大家還是利用這個時間來參加我們今天這個宣導會 我想可以跟各位保證 今天大家來一定是值回票價 那因為我們今天很不容易 我們這個集結了我們跟各位到國外去度假打工相關的可能會碰到的權益啊或是安全的問題相關的組織部會 我們這邊都今天都到場來共同關心 來共同關心大家的這個度假打工這個問題喔 我們除了我們外交部 我們教育部之外 我們還有幾個部會 包括這個法務部 勞動部 衛福部啦 還有我們這一邊的這個金檢會 還有我們喬委會等等 我們一共有八個部會喔 那今天都有代表到這邊來跟大家做一些這個說明跟這個分享喔 那我想這個度假打工這一個部分大概它的主要目的其實應該是說讓我們年輕朋友可以到這個國外去喔 那藉由這個度假然後去體驗喔 實際上去體驗這個異國的文化啦或是說體驗相關不同的一些這個國外的生活等等體驗 那在這個你在體驗學習的當中 那也允許說利用這個打工喔 賺取一些費用來這個補助你在這個 在國外這段期間的這個生活的這個負擔喔 我想這是我們住假打工的一個真正的一個用意喔 那我想對近幾年喔 我們這個外交部這邊喔 非常積極喔 跟世界各國喔 啊 啊 啊 簽訂一些這個 這個度假打工的相關的協定或是備忘錄等等喔 那目前我們已經有啊 13 個國家都有這樣的一個啊 住假打工的相關的一個協定喔 那我們也有很多的啊 這個青年喔 就利用這個住假打工去體驗啊 不同的這個啊 人生階段 也許在這個啊 對於年輕朋友來講 你到國外去這一段期間的這個啊 體驗學習也許是你啊 一生當中啊 最多回憶最寶貴的一個經驗喔 但是我們在這邊還是希望啊 要再再提醒各位親人朋友喔 那當然到國外去啊 啊 這個住假打工或是這個體驗學習喔 這是非常重要 但是啊 我們更重要的是在這一段期間 你在體驗的時候 你必須要這個做好這個啊 安全啊 這個這個 這一個部分喔 特別是你如果到到國外去打打工的話 那相關的這個勞動權益等等喔 你必須要啊 了解 而且要 也要遵守相關的一些規定喔 這樣才能保證您 在這個啊 度假打工 在這個期間喔 會有很好的 收穫喔 那也 平平安安的 非常安全的 這樣的 進行這個度假打工 這個部分喔 所以我想 今天我們大家大概 也非常謝謝 我們這個 外交部這邊喔 那 跟各相關部會喔 我們待會 呃 在進行 這個這個 座談的時候喔 跟各部會 有關的 這一個啊 甚至相關的 我們各部會代表都會跟大家 做一些 做一些詳盡的說明 那我們 特別是 我們這個 我們 在台的 啊 對外辦事處這邊喔 澳洲 韓國 跟日本這邊喔 待會兒 都會跟大家 做一些的在地 在地的 相關的一些 啊 規定說明 或是 在地文化 風水民情的 等等介紹喔 那更難得的我們今天 啊 也邀請到我們五位 這個 啊 在國外有 這個比較 豐富 度假打工經驗的 在各種不同國家 各個不同國家的 這個年 啊 年輕朋友 也算是 啊 各位 這個 這個協當節吧 啊 那 就他們的 在國外這邊 度假打工的一些經驗喔 跟各位做一些分享喔 所以我們今天 非常謝謝 各位 我想 呃 待會兒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們盡量的 把他提出來喔 那同時我們在 在 呃 這一次 在這個中 呃上個禮拜在中部地區 啊 然後這個禮拜在這邊 下個禮拜 會在台北地區喔 我們三場的 這個呃宣導會當中喔 我們同樣 每一場都有這個 啊 網路線上直播的 這個活 這個這個服務喔 那不曉得 我們在座的現場有沒有 啊 參與過上個禮拜的 這個網路線上的有沒有 也要 也希望了解 這個 海外度假打工的部分喔 那麻煩 你們可以 啊 現在就用 手機通知他們 我們現在 啊在這個 我們外交部的網站 還有我們 啊教育部青年署的網站 還有我們啊 青年署的 有一個IU是 國際青年 啊 資訊交流網這邊 都有這個 啊線上直播的這樣的一個 平台喔 那同時在播放喔 那下個禮拜 這個啊 下個禮拜的同一個時間 我們在台北那一場 也是有直播那到時候也歡迎 各位啊現場的朋友喔 也可以下個禮拜也可以 必須在線上跟我們一起 啊共襄盛集喔 那 我想 我們都有 不同的這個 啊分享的這個 年輕朋友的 分享經驗喔 跟啊 供大家 做參考喔 那 以上 今天 再次 謝謝大家的這個熱情參與喔 那也謝謝我們各 啊 啊 部位的這個先進 代表謝謝我們 代表處 還有我們這個分享的青年喔 那 我想啊 再次謝謝大家喔 祝大家這個身體健康萬事 那 也祝福如果說 您喔 有要準備要 出國去度假打工的 青年朋友們 到時候能夠 這個 在做好準備的 這個這個 全體之下喔 能夠平平安安的 出國去 體驗學習喔 那 能夠快快樂的出國體驗學習 到時候也能夠平平安安的 可以滿載而歸 謝謝大家 謝謝 好謝謝我們的張組長 那緊接著我們要邀請到 是我們外交部南部辦事處的 李南亞李處長上台跟大家講幾句話 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各單位的代表 外交部同仁 那麼我們澳洲辦事處的 我們從日本來的 我們從日本來的 Obski 還有 Takada 主任 那麼韓國的朋友 江明炯 研究員 那麼各位青年朋友大家好 忘了 我們還有 來台灣 就是這次來跟我們分享經驗的 曾經出國 度假打工的朋友 你們也好 你好 我想特別要介紹一下 這次來我們這邊的貴賓 你去問這個 Walsh 副處長 跟大家打個招呼好不好 那麼你必須要站住 你必須要站住 你必須要站住 那我們的日本朋友是不是也 讓大家知道 我們的韓國的朋友 非常漂亮的女士 我想他們來喔 一起來幫我們這麼多的年輕的朋友 做他們國家的介紹 非常的不簡單 我今天上來的時候 在電梯裡面 進來到會場的時候 一樓看到 哇 那麼多人去參加他那個動漫的是不是 Cheese 這麼多人參加我們 這個會不會就這麼幾隻貓啊 結果沒想到我們是滿場 非常謝謝各位 也讓我想到 真的感受蠻多的 能夠 我們的青年人有這麼大的勇氣 還去跟國際接觸 都是不簡單的事情 這一點我需要 我希望 特別謝謝大家來參加 首先我要代表外交部 謝謝 各個單位 Look at it 八個單位在這個地方 這麼多一起來共襄盛舉 那麼 那麼 也特別謝謝教育部 在教育部的這個 整密的規劃之下 我們才有這麼好的 Turnout 這麼多的人 出席 老實講 服務工資這麼多年 第一次看到這麼多單位 一起來 為 青年們服務 也謝謝大家能夠來參加我們今天的座談會 青年度假打工這個計畫 是政府要鼓勵我們青年跟國際接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 那麼外交部這幾年來 也不斷地在要求我們的外館來推行 從民國93年我們跟哪兩個國家 澳洲跟紐西蘭先簽署了之後 後來97年以後 我們又簽署了11個國家 大部分在歐洲 那麼我也共同其身我在 這個愛爾蘭跟斯洛伐克擔任大使的時候 兩個案子我都談過 Believe me 真的不簡單的一個案子 讓大家看 簽了13個國家 很辛苦的 來 Mr.Warsh 不斷地點頭 真的是這樣子 從 雙方面有多少人 你的年紀 然後 跟這個 協議的條文或是 備忘錄的條文 愛爾蘭我還沒談完我就離開了 在斯洛伐克我談了大概 我2010年去的 到2013年 離開的前個禮拜我們才簽出來 非常的不簡單的 大家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它是一個 鼓勵年輕人的mobility 能夠到不同的國家去體驗生活 然後 增加它的這個 國際的視野 所以每一個政府都在鼓勵 它的年輕人能夠參加這個program 但是 中間 每個國家在做negotiation的時候都希望 能夠讓它更完善一點 所以花的時間蠻長的 那麼從93年到現在我們也有 16萬的 年輕人 take the program到國外去 那麼 其中有3萬人到 澳洲 澳洲去 所以 它是 這麼好的一個program 也希望大家能夠 以這個度假跟學習為主 打工為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concept 一個概念 你是需要體驗一個不同國家的 歷史 文化跟它的生活型態 提高你的視野 我想那個是最重要的 那麼打工只是facilitate 你在當地的 生活 不要把它倒過來 我覺得倒過來的話 就失去它的意義了 那麼 在這裡我想 以我的經驗跟大家呼籲就是 在你出去之前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我們外交部 領事事務局的網站 去登錄 OK 讓大家知道 我們的住在 住處知道你要去了 那麼萬一如果有什麼 天災人禍兵變的 他們可以跟你聯絡 或是你們有什麼 意外或需要求助的方面 也可以跟他們去 求助 這件非常的重要 第二個 出國之前 你的醫療保險 尤其到歐洲去 歐盟規定是一定要有 這個醫療保險 OK 我不管是在愛爾蘭或是在斯沃伐克 都接到過這個我們遊客還有學生的這個求救 那麼有保險的 很easy 不管在這邊 住醫院也好 有這個看護也好 都蠻好的 沒有的真的很麻煩 所以 記得 一定要有保險 那你國內的 健保 咱們的健保是非常好的 不要斷掉 繼續保持的 好不好 那麼第三個 對當地國的國情 能夠多做了解 既然是要去做交流的 了解人家的文化 先在家裡做好功課 你才知道去你要的是什麼 OK 那麼 至於打工的部分 要找個好的 中介 中介 要找個reputable 名譽好的一個 中介 那麼 還有它的打工條件 都要有所了解吧 是不是 那麼去了以後呢 拜託 跟家裡報平安 讓你們家裡 家長們放心 再來呢 在你簽合約的時候 要了解一下 你的合約是不是對你有保障的 有沒有健康保險 也不要去打黑工 那麼 第三個 就我們了解我們的 學生出去呢 很多會發生這個 交通事故 所以對自己的交通安全跟人身安全 都要非常的 小心 那麼有任何的問題發生 應該找誰呢 我剛講過 就我們的住外單位 他們24小時都有 緊急聯絡電話 會替大家服務 一定要 跟他們保持聯絡 不管怎麼樣 他對當地 都了解得比各位更清楚 能夠提供更多的服務 那麼講到這個交通事故 不管在愛爾蘭或是斯洛伐克 在簽這個度假打工的時候 或者是 因為我們也簽了這個 免事換假照 兩個國家我都把它簽掉 在談判的時候大家都覺得 可以嘛 真的兩邊的這個 交通規則都一樣了嘛 事實上真的不太一樣 尤其對到左駕的國家 像日本 英國 愛爾蘭 我在愛爾蘭工作我去了 經過了一年的時間 我有時候還會開到另外一個車道去 因為不自主的會開到 尤其你 想事情的時候就開到另外一邊去了 因為那個習慣動作 所以 特別小心 給大家一個Tip 如果到左駕的國家 記得 駕駛的人 Always 在路的中間 如果你駕駛在旁邊的話 就是你跑錯邊 OK對不對 然後 愛爾蘭呢 還有很多的 Runabout 那個 Commonwealth 國家蠻多的 Runabout 沒有交通號制的 繞圈圈的 像我們這個仁愛敦化那個大圈圈 對不對 誰先趕走裡面 應該走內圈 誰要走外圈 走外圈要出去的時候是不是要打燈號 這都是要注意的 那麼 其他的歐盟國家呢 他的有路權呢 他有一個標誌出來的 是黃色的 我去了斯洛伐克大概開了快一年多吧 我總覺得那個Sign 我怎麼從 在北美都沒看過的一個Sign 後來我的司機跟我講話說 那是有路權的 你可以執行的 旁邊的要讓你的 對不對 我看他一直在點頭 所以 這些基本上不應該在你 開車之後才了解 開車之前就應該要做個了解 才不會發生交通事故 好不好 那 他這個交通規則沒有放駐四海階準的 每個國家都不太一樣 那麼我們到不同的國家去 除了要熟悉當地的風俗習慣 他的法令規章 再來就是交通的規則 一定要了解 才不會出事 那麼 回來之後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 像他們一樣跟大家share一下 你們的看法是什麼 那麼外交部 也特別設了一個 TaiwanYouth YouthTaiwan.net 一個專區啊 專門替各位服務的 如果有任何問題 上那個網站去看 再有問題 問你要去這個國家的 駐華的單位 再有問題 找咱們外交部的同仁 好不好 那麼在 南部的 同學們 不要忘了 找 外交部駐南部辦事處 我是處長 我的副處長在那邊 蕭勝忠 跟大家介紹一下 所以 有任何的問題 究竟 跟我們聯繫 還有 領務的問題不要問我 也問他 他專責領務 領務專家 所以也去問他 好不好 那麼 其實我覺得 各位真的是很 很幸運的一群 能夠 花時間 今天下午到這邊來 想想看 八個單位在這裡 我們還有 駐華的單位在這裡 還有去過人在這邊 給大家做consulting 外面又有攤位 我希望今天 經過今天下午 大家未來 未來要去的地方 能夠有一個 更好的規劃 那麼 度假打工 真的是一個蠻好 很好的計劃 希望大家能夠多利用它 也謝謝大家來 參與我們的活動 更重要的是 謝謝各部會的代表 真的 外面下那麼大的雨 大家從 台北下來 有任何問題請教他們 謝謝各位 好 非常謝謝 我們的 李處長 那接下來呢 今天我們有邀請到 各部會的長官跟人員 來到現場 就我們度假打工的 一些業務內容 還有哪些 可以服務我們 青年朋友的部分 來做個解說 那首先我們就先邀請 我們的教育部 青年發言署的 呂松金 呂科長 跟他做個說明 請掌聲歡迎 在座的長官以及各部會的代表 還有各位親愛的青年朋友 和家長 各位下午午安 為什麼要稍微大聲一點 因為我看到同學 因為現在時間 一般來講都是午休時間 稍微 因為 既然來了 就要有收穫的回去 各位知道我們教育部 青年發展署 這個單位嗎 各位知道青府會嗎 青府會 就是主改以後 變成青年發展署 並在教育部裡面 我們上個禮拜 才剛完成一個 年度非常重要的一個 抽籤計劃 就是我們台英青年 敲流計劃裡面的贊助證明 有參加抽籤的請舉手 哇好多喔 大概七八個 有抽中的舉手 有 有啊耶 不錯不錯不錯 運氣很好 恭喜恭喜 你們是 你們知不知道 台英青年交流計劃 也是我們屬於我們度假打工的一個 他 就是提供我們青年到英國去 他是目前 我們度假打工 13個國家裡面 提供時間最長的 兩年 兩年的時間 你只要不要去做犯法的事 都可以 你可以全時工作 可以 讀書 修 Master 也可以去遊學 多次入初季 兩年時間他不管你 是不是很棒 所以 你們知道嗎 我們分兩個階段抽 第一個階段抽500 第二個階段抽500 你們知不知道 上 上個禮拜才剛抽完的 第二階段有多少人 參加抽籤 3600多個 抽500個名額 所以非常非常的強手 接下來要跟各位報告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很多人 到國外去度假打工 沒有跟家裡面拿一毛錢 你說科長你好小 他從 台灣到國外去機票怎麼辦 剛到國外去的住宿吃飯怎麼辦 對不對 這就 接下來就是談到我們青年發展主人重要一個業務了 我們非常貼心的 辦了一個青年海外生活體驗貸款 金額是12萬最高 他需要什麼資格 年滿20歲 30歲以下 信用良好 無不良事 不是 無不良證明 信用者 都可以參加抽籤 都可以參加申辦 然後 他的還款期限 4年 可以多加1年的 本金寬限期 什麼叫本金寬限期 就是說你只要付利息 不用付本金 然後12萬你只要分成4年來還 每一個月只要2000多塊錢 2000多塊錢 你每天 一杯 一杯Starbuck就已經差不多了吧 對不對 你就把咖啡錢省下來就可以去還貸款了 所以12萬你可以買機票 可以到國外去的 前 一兩個月的生活費 都可以cover 然後接下來就找一個工作 至於找工作 我聽很多 到國外度假打工回來的青年朋友 他們跟我分享 各位有沒有在麥當勞打工過 有沒有在Starbuck打工過 可以嘗試的去 這種屬於全世界 連鎖餐飲店 在全 在全世界各地都有 你如果有這個經驗 到了當地 可以馬上去 Interview 去跟他說我要在這裡工作打工 然後你可以跟他說我在台灣有相關的經驗 甚至於可以當場TEST給他看 看是要做一杯Latte 還是做Cappuccino 錄取的機會跟速度非常快很高 你就可以馬上獲得打工的機會 接下來你的11住行就OK了 就沒問題了 所以 青年海外生活 體驗貸款 是 各位青年朋友到海外去的第一桶金 也可以 讓你 真的嘗試自己獨立 怎麼樣從台灣到國外去 就開始靠自己的力量 如果你真的做到了 我在想 以後你踏出真正踏出社會 我相信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難倒你 因為 你 靠著自己的力量出國 靠著自己的力量在國外生存 然後平安的回來 有沒有信心 還是說科長不用啦 反正 我是標準的靠XX族 對不對 家裡有的事 那 那你就這個 屬於我們大家欽佩的一群 接下來最後要跟大家做的是工商服務 在我們教育部的攤位 在我們教育部的攤位有一張藍色的這個 BM 各位可以去拿 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 除了度假打工以外 我們 我們最近辦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計劃 就是人才培訓 你們手上拿這個是入場券 什麼叫入場券 你來參加這個培訓營 我們會從培訓營裡面 偵選出60位 精英中的精英 TOP中的TOP 把他們送 分成三個團 送到美國 英國 跟瑞士 去參加為期20天 的研習課程 哇 超BANG的齁 對不對 嘿 所以你們如果徵選到了 有人跟我舉牌說時間到了 所以 如果說你們 在度假打工之前想要 嘗試這種 公部門辦的這種出國計劃 一定要拿這個DM 一定要去報名 時間有限 請趕快報名 謝謝大家 好謝謝我們的旅科長 那緊接著我們邀請到的是外交部公眾外交協調會的汪永輝專門委員 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各位長官大家好 我是外交部公眾外交協調會汪永輝 這樣聲音後面聽得到嗎 如果可以的話 因為剛才 我們南辦的 我們南辦的李南陽 就是李大使 基本上已經把外交部 為什麼要推動 度假打工的 這一個 原由 也就是說 我們是希望大家能夠以 度假為主 打工為福 然後 增進 年輕人的這個 就是說 國際視野 所以這一方面呢 我就先 先跳過去不講 然後 今天很榮幸 能夠有這個機會 能夠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講到度假打工這一個 活動呢 其實就讓我回想到我 大概 20年前吧 我算是比較 年紀大一點 20年前我到 德國去進修的時候 然後呢 我那時候 在學校讀書的時候 因為一剛開始 學校宿舍還沒有申請到 然後我就到那種青年旅社 去住 然後青年旅社呢 我就發現有形形色色的 有美國來的 有英國來的 有其他不同國家來的 然後全部都到德國去 然後 我一剛開始也非常非常的好奇說 請問一下你們到德國來 究竟是要幹什麼 其實這個 有的人就跟我們講 他們實際上就是來 這裡 學習 就是說了解一下德國的一些情形 其實 度假打工 這一個概念 實際上在國外 實際上已經有非常非常久的一個 一個那個 就是說 歷史 然後我們國家 也覺得說這個 推動就是年輕人能夠到國外去遊學 遊歷 然後 藉著 度假打工的這種方式 然後增加自己的歷練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說我們 部裡面各個師傅 包括亞太師 包括歐洲師 包括北美師 他們也都全力的像剛才 李南洋李大師講的 我們都會盡力的去跟 就是當地的國家 去接洽 去洽 他們說 可不可以給我們的年輕人 有這個機會 能夠 因為其實 我們都跟他講說 台灣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非常先進的國家 我們的年輕人過去我們不會跟你搶工作的 我們其實只是說藉著這個機會 讓他們能夠就是說 在外面 就是了解 就促進 他了解 你們國家的這種情形 就是 那裡的文化 然後同時呢 也就是讓他能夠打點工 然後就是說 也 就是 補足一下他自己的生活旅費 年輕人總是不像說 一般 就是說 出於旅行一樣 這麼有錢嘛 然後 在洽遷的過程 其實 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國家 他都有 非常非常多的 非常 非常多的 關注 那當然 我們外交部也 也都會很努力的去洽 然後 目前為止已經恰到了13個 國家 那 在外交部這一塊呢 我們一剛開始除了做這一塊之外 其實我們後來也慢慢覺得說 其實 度假打工 他並不只是外交部的一個 就是說 政策 應該是有更多的一個 就是 單位 更多的機關一塊來 就是說 來加入 譬如說教育部啦 譬如說經管會 譬如說勞動部 其實他們 都有他們的專長 他們也都有他們的專業 然後有他們的資源 所以實際上我們外交部 也在 也就在基於這個理念 然後所以說我們就有召開了幾次跨部會的會議 然後 當然就在我們 就是說公部門這邊 我們有做這一方面的一個 那個就是協調工作之外 我們也想到說 我們做這些事情 實際上 也應該給這些 年輕朋友們 一個比較充分 完整的資訊 所以說我們 部裡面 像剛才李南陽 李大使有講到 我們有成立了一個 所謂的 台灣青年放眼世界 在台灣青年放眼世界 在台灣青年放眼世界底下有幾個主題 包括我們外交部 在 積極在推動的所謂的 國際青年大使 那當然也包括這一個青年度假打工 那青年度假打工在我們這個網站上呢 他就包括所有要 要如何申請 簽證啦 然後 如何要準備一些什麼資料 然後 然後也有一些 折業的電子版 然後他也有他的那個什麼 就是電子書 然後 我們現在也漸漸 就是說 因為其實 就像我剛才跟大家報告的 各部會 他實際上 他們也都有 在推動青年度假打工 這一塊的一個業務 所以說我們也把 他們的那個 網站的資料 都給納進來 然後 當然我們也 彼此互相 像譬如說我們就跟那個 保險 金管會那邊講說 保險方面可以多做一點 多講一點 因為其實 每個到國外去的 保險的東西 非常非常重要 然後 我實踐差不多 然後就是說 我們漸漸的就把這些資料給統合在我們的 青年度假打工的這個網站 然後我們除了這樣子做 我們也想要說其實我們也應該去做一些所謂的 影片 包括 我們 我這一次剛才 就是我們外面的展示廳那一邊 我們就帶了四個影片過來 有就是 度假打工三部曲 還有旅外 旅外交通安全這一邊 的一些那個資料 那也歡迎大家到 到那邊去看 然後當然我們各司處這邊也準備了很多的文宣的資料 就是 就是歡迎大家就是 可以去 就拿這些資料 那當然如果說 大家還有什麼任何的問題 我們各司處都有派同人在這一邊 也歡迎大家 就是提出這些問題來跟我們交流 那我們也會盡量協助大家 謝謝 謝謝 好謝謝我們的翁政委 緊接著我們要請到的是法務部的丁榮鴻丁科長 請大家熱烈烈掌聲歡迎 組長 還有我們各部位的同仁 還有駐外的單位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那我想 我們也很高興 今天可以來參加這個宣導會 那我想大家一定會覺得 很奇怪 這個 青年付這個海外度假打工 跟法務部有什麼關係 那我想這個應該跟剛剛 這個 李處長 還有這個張組長所提到的 我想我們國家 我們政府啊 非常貼心 因為關心我們的這個青年了 到 海外度假打工啊 他希望啊 他可以這個 快快樂的出國門 當然呢 也希望他可以滿載而歸的回國 那所以說 我想大家都了解 我們法務部大概協助這一塊的業務啊 是有關預防宣導 跟這個反途的這一塊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啊 我想世界各國啊 不管哪一個國家 他的犯罪率高低啊 雖然有不同 但是啊 犯罪的問題啊 依然存在 那我們法務部啊 雖然這個 負責的是這一塊業務 看這個我們外交部 跟這13個國家所洽 洽簽的這些國家 他們的治安啊 應該都相當不錯 所以這個我們的澳洲的代表也在笑 那日本更不用講啊 我本身也去日本好多次 那個國家我們非常喜歡 所以原則上 教育部洽簽的這些單位啊 應該都很安全 但是安全之外 我剛剛提到一個前提 每個國家都還是有他的犯罪的問題存在 所以我們法務部提供了這個19頁 這個宣導索冊上面的這個 有兩個網站 一個就是我們針對啊 青年 青少年 怎麼樣出國去以後 遇到 各種不同的這個犯罪問題 犯罪類型 怎麼樣可以自我保護的這一塊 我們叫做 被害預防 與其說希望啊 這個其他國家的 犯罪人不要來傷害我們 那我們希望啊 大家在出國之前 有空 我們不要說有空啊 應該說希望啊 都可以到我們法務部的 這個 預防犯罪的這個青少年預防犯罪這個宣導網 那裡面有一個部分啊 我要特別提到的 就是我們針對自我保護被害預防這一塊 我們有一個 OK密集 八大錦囊 針對這個這個 生活被害的這一塊 針對防搶 防騙 防竊 等等 那大家知道這個 特別是防竊的這一塊啊 世界各國 竊盜的問題 這個詐騙的問題啊 非常的嚴重 那搶奪的問題 當然我們這些時政的國家 算都還蠻進步的 可能比較不像這個 也有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 可能這一塊你都還要特別去注意 所以我們希望今天有出席在場的 各位青少人朋友 可以到我們的網站上 去看看這一些 不同類型的 犯罪案例 我們蒐集了很多的不同類型的犯罪案例 可以上去了解 出國以後 知道有這樣一個犯罪形態 有這樣一個犯罪手法 你可以依照我們給大家一些原理原則 還有這些案例你了解了 你出去以後 大概就會很清楚 知道怎麼樣自我保護自己 那我想我們那裡面的一個案例 我們用一個最重要的一個 犯罪學的一個理論 就是希望啊 大家可以了解 就是日常生活 你出去以後 你可能租房子 你可能工作的地方 到底安不安全 先自我檢視一下 你每天經過的地方 每天回家的地方 路線 安不安全 我們常講說日常活動 日常活動 你每天生活 這個這個這個模式啊 大概差不多 但是啊 哪一些人是要 這個這個 偷 這個傷害你的 你可能如果沒有特別去注意啊 那你可能就是成為他這個這個加害的對象 所以我們 這一個這個 裡面的內容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大概就會了解 我怎麼樣自我保護自己 那所以說這個網站我們希望大家出國之前 可以啊 好好上去看看我們法務部給大家提供的 這一個 犯罪不同的手法的這個網站 那第二個部分 有關毒品的問題 那我們部裡面的有一個叫無毒家園的這個網站 那我想 毒品在世界各國也都面臨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說 很多毒品的 這個這個 他長的什麼樣子 可能 大家是我相信大家都是乖乖 排的小孩子 所以可能也不會去接觸毒品 你也不會特別去關心說 毒品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這個網站啊 有些毒品長的就 跟這個糖果一樣 所以你可能到國外去 可能到一些比較複雜的 PUB 網咖 或者一些夜店 你可能不知不覺 也許就接觸到這樣的毒品 就吃下這樣的毒品 那我們本來希望 快快樂樂的這個出國去 學習 這個我們所要的回來 結果到最後染上了這個 毒癮 那這樣就 非常的不划算 所以我們也希望 把這樣一個網站 介紹給各位青年朋友 希望大家在出國的時候 也可以 到我們部裡這個網站 去認識一下各種不同的 這個毒品 那我想你出去以後就很清楚 這個是怎麼樣的東西 那個也可以有一個自我保護的這個部分 那法務部 我想我們提供這兩個網站 當然還有一些 其他的這個部分 在這個網站裡面 資料都非常豐富 我們希望大家 各位青年朋友 出國以後 都很 平安順利的 可以學習到自己想要的這個經驗 那也可以 不要有任何發生這個 跟這個 被害有關的一個事件 那所以希望大家 還是可以上去 我們這兩個網站 來 多多的這個 瀏覽 那以上 是我們法務部 提供給大家的一些訊息 謝謝大家 好 非常謝謝我們丁科長詳細的解說 那接下來我們要邀請到的是我們交通部的 荷育隆恆專員 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各位青年朋友 各部會的 長官代表 大家好 公路總局 高雄市區監理所 專員何育隆 受交通部 指派 今天就是 來跟各位介紹那個 國外駕車 應該要注意的事項 這個 有關於 我們 公路總局 提供的這些注意事項 我們就放在 這個網址裡面 那這個資料 我們今天 也有印刷出來 在國外 駕車 怎麼樣取得 國外駕車資格的 另外一份 是當地的 交通規則的概要 國外駕駛有一些課題 就是 當地的有一些 交通規則 比較特殊的交通標誌 還有那個 讓路的規則 那靠左行駛 國家的適應問題 我們到靠左行駛的國家 通常會遇到的就是我們想要左右轉打方向燈 結果呢 打了之後 雨刷開始 晃動 這是過一段時間就能夠適應 那 對不起 那另外就是 我國 國際駕照 還有 還有那個 我國的駕駛執照 怎麼在國外使用 那在 到日本的話 不是申請國際駕照 而是日文藝本 那大家如果待的 時間長 有的 甚至會考慮要 買車 那買車啊 不管買車或者是租車的話 也 牽涉到要辦保險 有時候有一個 無照式證明 這個也蠻實用的 那 很 需要注意的就是也要 適當的 投保保險 那講到說要注意 國外的交通規則 我曾經在今年3月的時候 出國過 那出國 那段 時間剛好當地也 發生過車禍 車禍的案主 正是 台灣人 這個就是 一些 有時候不了解當地的 那個交通規則的結果 因為在國外的話就是非常注重 路權觀念 如果說是 對方有路權他相信你絕對會讓他 但是 有時候遇到 我們同胞出去 有時候會遇到這種情形 像這個 剛剛這個有 Stop sign 遇到這個的話 就 一定要 停止 好 那這個 是 有的國家叫做 year 這個 這個是要減速 這個是一定要停止 那 這個 就是在 山區的道路比較常見 有時候 在速限100的公路 他突然間 在彎道的時候會出現一個這樣子的標誌 他第一個指示 這個彎道從哪邊彎 第二個 是這個 彎道 區度很大 你必須要把速度降到 這個程度 你才有辦法安全的過去 那 這個的話就是 表示說前面有一些車輛在等候 這個 通常就是警告說 前面的一些 車隊你可能看不到 這通常就是在一個路橋 路橋的那個 快要到頂峰的時候 因為 你爬到頂峰之前 其實 下坡的 等候車輛 你是看不到的 那這是一個我們台灣也比較少見的 以紐西蘭來講 他有的 雙線公路但是碰到橋樑的時候 他是單線橋樑 那單線橋樑的時候他是靠這個在管制 這個就是 以我們方向來講 我們的方向因為紐西蘭是靠左行駛的國家 這個是紅色的圓圈 一個小紅鍵的話 這是我們的方向 這表示 我們 碰到對方有車輛過來的時候我們必須讓路 就像是這張照片 我們大概就停在 這個位置 等對方的車輛開過來 那對方呢 他在橋的那一邊 看到的交通號字 就是長這個樣子 表示說 他 有優先權可以過來 那這個 通常在 國外 就是說右邊有優先權 不過 他也是有一些例外 像紐西蘭他在 2012年的3月通過了 新的那個交通規則的修訂 那 他們的交通部還特別編了一個順口六 這個就是 Top of the T Top of the T Goes before me 那我們開車就是說 盡量不要趕 Arrives later Better than never 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市區監理所 祝大家行車平安 謝謝 謝謝 好謝謝我們的核專員 那緊接著我們邀請到的是 勞動部的李仲誠 李專門委員 請當深歡迎李專委 各位同學還有家長還有各部位代表 我是勞動部代表 今天祝大家午安 那很高興到這個場合看到這麼多年輕人 其實我也蠻蠻習慣的 因為我有三個小孩 一個大三 一個大一 一個高二 明年要升高三的 那大三那個大牛現在在 德國的柯隆當教換學生 其實到海外一樣 那所以我這個場景我覺得蠻合適 蠻習慣的 因為常常跟著小孩子到學校去參觀 或者去了解他們的狀況 那看到今天這個度假打工 我覺得各位其實是蠻好的 就是說因為我當初也是70年代 我是出國的旅學生之一 那那個時候所謂 資訊沒有那麼多發達 沒有那麼發達 那國家也沒辦法提供那麼多詳細的資料 我們那時候到美國念書 我也就到現在所謂在來協會 當初的是 那個新聞總書那個地方收集資料 然後你要碰到出國念書的同學 只有到南洋街 美教補習班 大家交換意見而已 只是知道這樣 可是現在看到這麼多 從剛剛外交部 外部提供這些資料 想想以前我們都自己個摸索 其實那個時候是蠻擔心一個人出國 因為家裡只有第一個是我出國 可是後來看看這些來講 如果當初有這麼多的 訊息提供給我 我當初出國念書應該是會 就不會那麼怕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機會是蠻好的 跟各位 交換一下訊息 也提供我們勞動部 可能給各位能夠有什麼資料 其實我們勞動部這邊提醒的各位 是蠻簡單的 第一個就是說 不要非法打工 因為你只要是非法 什麼事情都沒有辦法解決了 這是在我在 下一步說明之前 特別提醒大家 到國外去 你是度假打工的時候 因為你主要是想學東西嘛 想去學英文 然後順便專頁可以 支持自己當在那段 打工時間的消費 所以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不要去扭曲它 所以千萬不要非法打工 那我們勞動部在接著要提醒大家 當你要出國之前的時候 你可以上我們相關網站 就是我們在 今天各位發的手冊裡面 第26、27月開始 就是勞動部 最主要就是說你在出國前的時候 你如果要利用中介公司 幫你去 去 收集資料 或者去簽約的時候 你一定要慎學 那個 合格的中介公司 那個在網站上面資料都會有 那個是合格的中介公司 那你要跟中介公司簽約的時候 基本上有個定型化契約 所以你要把那個契約的內容 詳細的看清楚 這是第一個要提醒大家的 第二個就是要提醒大家 在出國前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說 你可以上我們後面的網站 大概是第八的部分 那個就是我們勞動部 的一個網頁裡面資料 目前這13個國家 只要有新的國家 跟我們簽約 我們都會放上去 就是說 這個國家當地的相關的 勞工法令規定 那我們這次請外館 提供給我們再把它翻譯成 所以你麻煩各位同學去上網去看的時候 就是注意這個國家 他有什麼相關的規定 要遵守的 當時你在跟人家談契約的時候 你也要注意的事項 那這是非常重要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也可以利用這個 在出國前這個空檔 比方說你要到 某個國家 你想到去哪個地方 你也可以進入當地 官方的網頁 不管是中央證務 或地方證務 或者哪家公司的網頁 多收集資料 其實對你將來 在出國之前的準備 還有出國後的保障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 在另外 最後我們再提醒大家說 如果各位同學 去度假打工回來以後呢 你如果想就業或其他的資訊呢 你也可以進這個網站 就是去了解說 我們勞動部跟各位同學 提供相關的就業服 事實上這些大部分的資料呢 在 外交部的 度假老公網頁裡面 幾乎都有了 所以我們勞動部提供 提供的各位 就是最強調一個就是千萬不要非法打工 另外一個就做好你的行錢準備 那相關的行錢準備 就是今天各位部會上來 提醒各位的 基本上都在外交部 網頁上面都有 你就進去詳細看 收集資料 收集越清楚 其實對你自己是越有幫助 那我簡單的 我們勞動部跟各位提供的資料 就在這裡 謝謝 好謝謝我們的李專偉 那接下來我們要邀請到 是我們衛生福利部的趙宿敏及朱元旦兩位 哈囉各位 各位長官 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我是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 非常高興今天能夠來這裡報告 就是 各位同學有相關的 就是有關於全民健康保險的部分 那首先呢 我們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跟各位比較有相關的 就是有關於出國停付法的規定 還有你在國外 如果發生所謂的緊急醫療的部分 怎麼去申請和退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 針對出國停付寶的部分呢 跟大家來做一個介紹 如果說國外去 就是去海外度假打工的話 如果說出國有超過6個月以上 如果出國有超過6個月以上 你可以選擇辦理停保 或者是 繼續參加健保 那如果說 你辦的停保呢 所謂辦的停保 就是說 你現在如果說你跟著爸爸媽媽家保在公司行號的話 你要辦理停保的話就必須透過 爸爸媽媽的公司行號來申請 必須填寫所謂的停保申請書 那如果說你在出國期間是辦理停保的話 相對你的 健保費就不用每個月繳納 可是這個時候 你的醫療是不能享有保障的 那反之如果說你是繼續加保的話 繼續參加 全民健保的話 就是你即使人在國外 你發生所謂的緊急醫療行為的話 你事後可以回到國內的話 再申請醫療費用的 那這個部分等一下我們朱先生會再跟大家做一個詳細的解說 那我們針對出國停保的部分呢 我剛剛有提到如果說你預定出國超過六個月以上 是可以選擇辦理停保 那辦理停保呢 必須事前提出 不能事後辦理 我們這裡有提到 不好意思 那個人事已經按了 可以嗎 出國停保的部分呢有一個 比較 他的一個規定就是說 如果說假設我 假設我暑假要出國去 度假打工的話 假設我7月1號要出去 那我必須在7月1號以前提出申請 才能從你出國的那天來辦理停保 如果說 我人已經在國外了我才提出申請的話 那只能以申請日為停保日 這個就是跟 各位如果說你有預計要出國停保的話 盡量能夠在事後 事前提出申請 這樣對你的權益是比較有保障 因為你如果事後提出申請的話 你晚一個月的話你就要多繳一個月的健保費 那再來就是說 每一次出國 都必須大於6個月 我們的規定就是說 如果你超過6個月的話 你回國 超過6個月 你辦了停保超過6個月 這個6個月中間是不用收健保費 可是你如果沒有超過6個月的話 假設你7月1號辦你出國停保 可是呢 你在還沒有超過6個月 7月1號 你沒有超過6個月就回國的話 這中間的保費是要全部都要補收的 那再來就是說 每一次停留 不管你多久都必須辦理付保 假設你出國是只有3個月的話 7月1號出去 你辦了停保 那你7 10月1號回來的話 只有3個月的期間 那10月1號你回國辦你付保的話 就是要從7月1號開始補收健保費 那每一次回來都一定要辦你付保 那付保之後呢 如果你有 再繼續要出國的話 必須滿3個月以後 才可以辦理所謂的停保 那現在我們就是 也有針對 就是說如果你的 保險是在我們所謂地區人口 就是第6類的保險對象的話 也可以用網路來申辦 我們用健保卡的部分呢 就可以辦理所謂的出國停付保的部分 那還有 你如果是在國外 需要申請所謂的英文債保證明的話 也可以利用我們這個健保卡 上我們的 那個全球資訊網 我們的網站呢 都有 可以申辦這些相關的服務措施 那各位同學可以 利用我們這個網站來查詢 就是說有關於出國停付保的規定 還是說有關於醫療費用的部分 都可以上我們這網站來參考 那接下來醫療費用的部分 那接下來醫療費用的部分 我請我們朱先生來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大家好 我跟各位介紹 據是根據我們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第55條第56條第1 全民健康保險法 裡面有相關規定 那在國外是 要緊急傷病就醫的 我們 健保署才能 來申請核退 所謂 緊急傷病等一下有 他在 制定要核退辦法裡面 第三條裡面有12大項的 規定 等一下會秀給大家看 那我們受理的單位是以 你在台灣 家保單位為受理的單位 譬如說 你家保在高雄的話是 我們這邊轄區 就可以受理 如果說你 家保在台北 或在中部 我們會查 會查你那個家保的地方 如果 不是我們轄區的話 來我們就 高平這邊申請的話 我們幫你移轉 轉到 你家保的 頭髮鎖在地的 我們 健保署的業務組那邊 那申請的期限就是 你門診 或急診之日 或是出院 之日 6個月內 要申請核退 譬如說 今天是104年5月24號 那你申請期限就到 11月24號 才可以 要來申請 自電醫療費用要把那個 是 那只有一個例外就是遠洋遺傳的 遠洋遺傳因為他是在海上作業 他是 可以從 回國之日起 6個月內 這項是比較特殊的 那12項 緊急上面的範圍就是 群健康保險法 第 自電醫療費用核推法第3條 就是有這12大項 譬如說你 吃壞肚子啦 突然發高燒 或是 受傷骨折之類的 這12大項 那我們的標準就是 那我們的標準就是 我們依序我們國內醫學中心的標準 23家 長跟榮總 譬如說以現在來說 我們健保署每三個月都公告一個核退上限 在網路上都可以查得到 比如像門診大概一次大概1900多塊台幣 那急診的話大概3000多塊 住院的話以 這季4到6月份來說 是7928新台幣 我們是有上限的金額 那在歐美國家 醫療費用一定比我們台灣要貴 那超出的部分我們就沒有給付了 那要檢付的資料第一個就是我們 核退申請書 這個我們核退申請書可以網路上 填寫或是到我們 業務組現場填寫可以 那第二個就是 收據 還有那個 收據 證本 那你如果說收據有其他商業保險要申請的話 可以 填寫一張 無法提供醫療費用收據證本的聲明書 寫這張聲明書的話就可以 銀本給我們了 那第三個就是診斷書 或是 證明文件 那診斷書這一點就是說 尤其在澳洲 打工的話 請 如果說我去看病特別要請醫生把那個 診斷的病名要寫出來 因為之前 我們受理常常看到說他診斷書是 因為在我們診所 診查或是藥物治療 所以醫生都沒有把病名寫出來 所以我們都會把 案件再退回去 舉民眾來 申請這樣子 這會造成那個 核退的時間會延誤了 還有那個護照資料 印本中後面護照有相片那一頁印本 還有他這次 護照裡面海關蓋的出入境的 日期張印本 如果 是快速通關的話 麻煩在那個申請書上面 空白的地方你就寫 快速通關 然後出入境日期請貴族待查 那我們就 簽名或蓋章 我們就會 幫你查那個出入境的日期 那 案件的進度查詢 我們可以到我們這個 全球資訊網這個網站 一般民眾裡面 致電醫療分和退裡面 可以查詢進度 用你的身份證號碼就可以查詢了 剛剛第一個就是 收據如果印本的話就要寫這個生命書 委託書就說你如果 超過半年沒辦法回來 就要寫委託書把剛剛 收據啦診斷書出入境的日期 資料 印本 寄回來委託台灣的家屬或代辦這樣子 這個是大陸這個 比較特殊的規定 就大陸你如果住院超過五天以上 他那個收據跟 出院的病例災藥 那大陸可能叫出院小決啦 什麼疾病證明書啦 出院證明書 要先在當地的 大陸的公證處要公證 公證完的話 回來還要用海基會驗證 這樣這就比較特殊的 好 報告完畢謝謝 好謝謝我們兩位專員 那接下來我們要請到的是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的 楊希妮牙科研 請大家熱烈掌聲 在場 與會的各位長官 各位家長以及各位青年朋友 大家好 我是金融會的代表 那其實很高很高興可以參加 今天的這個很有意義的宣導會的活動 因為其實今天各位同學會來應該都是有意願 或者是已經有在規劃要 前往國外做一個這個度假打工的活動 那也相信大家今天來參加 這些資訊對大家都很有幫助 那接下來要為大家介紹的其實是 保險這一塊 這塊也是蠻重要的 那也希望同學們可以在 做這個度假打工行前規劃的時候 把這一塊就預為準備 在國外就可以完成相關的作業 那接下來就大家做一個進一步的說明 首先我們先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些 為什麼青年度假打工的朋友 需要做保險 其實從這個報章媒體 大家都可以知道 度假打工的朋友如果在國外發生了一些意外事故 他所衍生的這個醫療費用 其實是相當龐大的 對我們來說其實是一個很重的一個醫療負擔 那其實這些醫療的費用呢 其實透過商業保險呢就可以事先去做一個分攤跟轉嫁 所以那再加上度假打工的朋友 你們到國外其實面臨一塊很大的風險 就是你們 選擇工作的內容 所以 也因為這一塊 建議大家在出國之前呢就可以省慎的評估 然後跟保險公司洽詢適合的商品來做投保 好 那怎麼樣的保險商品是適合 青年度假打工的朋友呢 陳如剛剛所講的你們的風險 大部分是來自於你們所選擇的工作內容 所以他其實是像目前一般 旅瓶險 他承保內容是屬於一般的旅行事故是有一點差異的 那加上旅瓶險他的保障的期間最多是180天他也比較短 所以比起旅瓶險的話比較適合你們的 比較是那個意外險 因為意外險他是以這個職業類別的風險等級來做一個保險費的一個計價 所以這塊會比較適合大家來做 參考 所以我們也建議你們其實在出國之前應該要整體 評估自己的保險需求 整個綜合的從一些 受險商品啊傷害險 傷害醫療或者是醫療的這一塊 來做一個補足或者是加強 那來保障你們的這一趟 這個 附加打工期間一個完整的保障 那在這個保險費費用的這一塊 其實他 除了你們所選擇的保險商品的不同 投保年齡的不同 保額之外呢 就是費用都會有不太一樣的部分 那以意外險來講的話又跟大家所要從事的工作內容也會有一點差異 所以在保險費這一塊 建議大家可以撥打那個免付費的電話 去跟保險公司做進一步洽詢 或者是我們其實在 壽險公會 產險公會 跟 本局的網站 我們都有適合那個度假打工專區 專區裡面也都可以去做連結 直接就連到 各保險公司的度假打工專區 專區裡面呢也會有一些保費 會試算的功能 你們只要把想買的保險商品 然後一些投保條件輸進去 就會有個概略的 保費出來給大家做參考 那再來是 大家應該比較關心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辦這個投保跟續保的作業呢 大家其實可以翻閱剛剛我們竟然拿到的這個小手冊 小手冊的第37到40頁呢 他有跟針對就是一些 流程的部分做一個說明 那我這邊也概略的說一下 我們還是建議就是 青年朋友在出國之前就可以完成這些 頭緒保的作業 在國內呢其實就可以透過 保險公司零貴辦理 或者是找業務員做投保 那就是填寫一些保險相關的文件 那經過公司合保 小費完成之後 其實就完成這樣的投保作業 那去年的時候我們也開放了 網路投保這一塊 所以有部分的保險業者 他們已經也開始可以做網路投保 這塊大家可以在出國前就做一個參考的 那如果到了國外還有這樣的需求呢 其實在手冊裡面我們也都有把這些流程都寫出來 大家可以依照你們的身份別 比如說像是不是已經成年 然後你們要採怎麼樣的方式 那如果是未成年 要採怎麼樣的方式 去做一個流程的一些 說明 那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如果你是已成年 你要採 書面續保 可以到你想要投保的保險公司的網站 去下載一些續保文件 可能包括邀寶書 或者是一些信用卡扣款書 下載之後做一個填寫 簽名然後到當地的駐外館 去做個驗證 再把這些文件寄回給保險公司 經過合保通過 並且完成繳費 就可以辦理投保 那之後的陸續各樣呢 就會因為你身份別的不同 在流程上 會有些微的差異 那這些差異我們在手冊裡面都有用那個筆線 幫大家做一些加注 那大家再翻閱這個小手冊 然後再自行做一個參考 因為時間的關係這些流程的部分我就不再 再多做贅述 那最後就是再補充一下 理賠的時候呢要緊付一些相關的文件 這些理賠的文件大家也可以參閱那個 你們的保險企業條款 你們都有做文件需要減負什麼 做詳細的說明 那這邊也補充說明之前有民眾詢問說那這些 理賠的文件需不需要再經過助養館的驗證 那這邊經過那個受險公會查部其實針對保險公司的實務作業 在醫療文件這一塊呢他們都是可以自行巡力去做查驗 所以就不用經過 就不用再經過助養館處的驗證 那在辦理生故理賠這一塊其實 一般在跟戶籍單位做儲戶證明的時候 他的那個 死亡證明書本來就要經過書外館驗證 所以保險公司他也可以原用 大家也都不用再另外去做文書驗證的 作業 那最後就是再提醒大家就是一定 我們強烈建議在出國之前就要檢視自己的保險需求 並且完成 投保作業 那有進一步相關的資訊大家可以參閱 這三個 網站去參考 那今天現場也有保險公司來做一些涉攤 同學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那邊做 比較詳細的洽詢商品啊 頭緒保留 那這邊就先祝福各位同學可以有一個愉快安全的旅程 謝謝大家 好謝謝我們非常詳細的解說 好謝謝我們非常詳細的解說 那緊接著最後呢我們要邀請到我們僑務委員會的賴金城賴科長 請他熱烈掌聲我們的科長 各位同學 各部會長官 大家好 我是僑委會代表 那我們知道我們這個海外僑民相當多 海外的資源也不少 所以說我們就是這個對這個 這個到海外青年打工的這個度假打工的這些青年 僑委會就是希望能夠能夠做到的 就是在激爛救治方面 激爛救治方面的服務 那僑委會在民國97年的時候就已經 建立一個緊急的聯絡網 這個緊急聯絡網他是 就是說在僑界遇到災難的時候 他就是就是用手機 或是用Email用各種方式 然後來聯繫我們那個僑領啊 或是我們這個在海外有一個那個 僑務委員還有僑務融運指輪員 還有各個僑團 我們都建立了這個這個聯繫的管道 然後 這個 掌握這個僑區的狀況 遇到這個 遇到有一些情況發生的時候 就 採取這個緊急的聯繫 跟通報的功能 當然這個 這個僑委會在海外 因為有 有設立的中心 像我們這個13個地區啊 開放度假打工的這13個國家地區呢 其中 有11個地區是我們有這個 這個僑委會有派出這個人員 那尤其有那個僑道中心的 包括雪梨 包括布里斯本 包括 這個 都人多 另外還有一些我們有派那個僑務人員的 像韓國、日本、英國、德國這個都有 在平常的時候 我們這個都會協斧這個 協斧這些 就是僑團有什麼活動的時候 那個時候 在這種情況之下的時候我們都是希望能夠 我們這個海外這個 度假打工青年能夠多跟我們聯繫 或是是參與 平常要多這個 到了海外 很重要的是 就是我們要跟我們那個住外管處聯繫 還有就是我們的那個 僑務的這個僑僑中心 或是我們的海外的僑務人員 另外像比如說台商會啊 台商會組織 這個他們的力量相當大 這個要 這個多聯繫 也能夠得到一些照應 那在這個 平常說我們這個海外的一些僑道中心 或者是我們那個 發肖服務站 他們也會辦一些 比如說安全講習的活動啊 或者是 我關於法律諸詢啊 勞工權利的諸詢啊 這些種種 對 那你在海外度假打工 有機會的話就應該盡量盡可能去參與 如果說 遇到 遇到 真的遇到這個 發生這個需要協助的緊急狀況的時候 那麼就會運用我們這個僑民緊急通聯網 平台的這個 聯繫 運用這個平台 然後來聯繫我們當地的僑團啊 僑務容易子人員啊 或者是比較熱心的僑胞 來迅速提供度假打工 青年必要的這個協助 這個是 這個從103年的一月到現在啊 我們這個在那邊曾經協助過的 一共有11個這個國家地區 一共有157件啊 所以這個應該有一些功能啦 另外在這個沒有我們有沒有僑務人員的派出的地方呢 當地的住外管處 以這個 建立僑界的聯絡點跟這個聯絡人的方式來運作 並且來發揮功能 當然我們現在各地有 尤其是那個 足跡的一些分會啦 啊 支揮啊 他們常常在 緊急 危難的時候 例如其他的緊急危難他們也都常常扮演很重要的功能 一種協助救治的功能 那我們如果青年打 青年那個 度假打工啊 在海會遇到一些 困難的時候 他們都是很熱誠的在協助 所以這個是 可以說是 這是基本上 我們是 所謂的 極難救治的服務 校委會一個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極難救治的服務 那另外有一個就是說 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說 這個運動 我們怎麼運動那個橋 從台商網絡來提供適當的資訊 我們一些有一些台商會 一些台商他在海外 常常會有一些 在那邊事業有成啊 有時候他也有需要啊 需要能夠這個需要人員啊 那像比如說我們有提供 像比如說 德國 日本 韓國有一些這個比較大的橋商啊 或是台商啊 他們都 願意提供一些機會給那個青年朋友 我們到海外的青年朋友 當然啦最重要的就是說 就要提醒大家來說 就是說 多跟我們那個海外的這個 主要管主多聯繫 還有就是 跟我們那個海外的那個橋橋中心啊 或者是我們的海外的那個橋務人員啊 多聯繫 遇到什麼困難的時候 也可以得到一個比較投資的 走音 謝謝 好那接下來這個階段呢 我們將會邀請到我們駐台的代表 還有去過度假打工的青年朋友們來做一個經驗的分享 那相信內容一定非常實用以及精彩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先進行的部分呢 是駐台代表的部分 那現在請大家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澳洲辦事處的 王兆文 王副處長 各位朋友好 謝謝你們都來這邊參加 今年海外打工獨家的 宣導會 我是澳洲駐台 辦事處的副處長 雖然我的名字是 但是我的澳洲中文老師給我中文名字 很好笑的中文名字 王兆文 一兆兩兆的教文章的 德文 不好意思我的中文不太好 不太好啊 可是我會盡 最大的努力 給你們 報告 謝謝你的耐心 很高興 今天 可以為大家 介紹到澳洲 打工獨家的計劃 我們希望可以鼓勵更多澳洲 青年和台灣青年有交流的機會 同時我們也很歡迎更多台灣的朋友到澳洲來玩 你們知道嗎 澳洲的面積雖然是台灣的兩百一三倍 可是我們的人口 跟台灣一樣 都是兩千三百萬人 我們很榮幸 經濟學 經濟學人雜誌 將澳洲列為世界上 最適合 出具的國家第一名 摩爾本市第一名的城市 可是因為我是學歷人 當然我更喜歡住在學裡 超過43%的澳洲人是在海外出生 或者父母其中一方式來 來自其他的國家 在澳洲你可以聽到超過兩百 你可以聽到超過兩百種以上的語言 而且有 百分之十五的澳洲人在 家裡說英語以外的語言 我們 我們 我們的原住民保存 全世界最古老的文化 澳洲是世界上地勢 最低 最平 而且是最古老的大陸 澳洲是世界上地勢 澳洲是世界上地勢 在澳洲你們不只可以 短期工作 還可以 學習 學習新的技能 聯繫英文 各位朋友 想要到澳洲打工獨家的朋友 你們要注意 從進入澳洲的第一天開始 你們最多可以停留 停留十二個月 你們只能為同一個雇主 工作最多六個月 也就是半年 你們可以上課學習 但是一次只能最多四個月 我相信 畢生到了澳洲一定會體驗 會體驗到很多有趣的事情 這些都是一輩子珍貴的回憶 對台灣學生來說 澳洲是出國進修最受歡迎的國家之一 在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澳洲是唯一沒有人 沒有人數限制的國家 韓國日本朋友 你好 你好 你們知道在澳洲的打工獨家 青年中 哪一個國家的人 最多 英國 台灣是第二名 想要 想到澳洲嗎 如果你有中華民國 護照 而且你的 年紀在 18到30歲 之間 歡迎來 歡迎來到澳洲 打工獨家 其他的資訊 你可以 參考 這個 網站 等一下 這個網站 提供 注意 在澳洲 我們開車的方向是 靠左走 澳洲有很多美麗的美麗的海灘 但是,有一些地方要小心,因為有俄語。 到了澳洲以後,要怎麼找工作, 你可以上網到職業介紹公司或是向公司直接申請工作。 從今年七月一號開始, 澳洲打工讀家的背包課要開始繳稅。 稅金是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五。 你就知道我的感覺是什麼。 太快。 在澳洲,每個受僱者都有得到最低公司的權利。 如果你遇到任何問題,你可以聯絡澳洲公平工作申訴專員。 請他們幫忙。他們也提供中文服務, 所以不要擔心你的英文不好。 你知道嗎?澳洲有很奇怪的理語。 比方說,美國人說, 石油是Gas。澳洲人說,Petrol。 美國把糖果叫Candy。澳洲叫Lily。 美國把人請到叫Sidewalk。澳洲人說Football。 美國人叫Beyxin Tanktop。澳洲人說Singlet。 你們應該鼓勵碰到的澳洲人到台灣打工讀者。 你們應該鼓勵碰到的澳洲人到台灣打工讀者。 請到臉書加入澳洲駐台辦事處。 感謝大家。 好,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要邀請到的是日本交流協會高雄辦事處的大石貴姓主任。 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大家好,我是日本交流協會的聯繫主任大石貴姓。請多多計較。 對方說的許多了。 其實是術組的一樣的發言。 還有綜號。 阿貴。 你好,你好,你好。 不好意思,我說中文說的不清楚。 所以今天我們公司的同事大建議。 他反映我的称名。 那就開始。 日本と台湾は2009年から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が始まりました 元々は年間2000件の左小発給枠でしたが 昨年は左小発給枠が5000件に増加しました 制度開始以降すでに1万人以上の方にビザを発給しており 多くの方に日本に行っ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日台間的打工度假制度 是從2009年開始的 原定一年合發的簽證數量是2000件 那從去年開始的話增加為5000件 從打工度假的制度開始到現在呢 目前總共合發了1萬多件的簽證 許多的台湾青年因此展開了復日的壯旅 また昨年日本を訪れた台湾の方は約283万人であり 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を含めた日本に対する関心の高まりを感じております 本日は簡単ではありますが 日台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についてお話し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去年包含打工度假在内 反日的台籍旅客呢 約為283万人 由此可知 日本在台湾朋友心目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那今天就讓我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日本打工度假這個制度 ではまずは制度の概要について この制度は台湾に住む18歳以上30歳以下の方が対象です 1年を2期に分けて申請を受け付け 台北と高尾を合わせて各期2500件ずつ 1年合計で5000件を発給しています 日本の文化や生活様式を理解できる機会を提供することが目的であり 最長で1年間日本に滞在できます その滞在期間中に滞在費や旅行資金が不足した場合は アルバイトをすることも認められています この制度の目的主要是希望 青年朋友們能借此了解日本的文化以及生活方式 最常在日本可以居留1年 居留期間如果生活費、旅費不足的时候 可以利用打工的方式加以彌補 滞在期間中は基本的に日本のどこへでも行き 生活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が 住むところやアルバイト先、スケジュールなどは 全て自分で計画、手配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充実した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生活を送るためにも まずは興味のある事柄をピックアップし やりたいことを決め それに関係する地域を調べ 1年間の計画や住むところ探しをするのが良いかと思います 日本の居留期間基本上不限地点 住宿、打工的地方 行程都必須自己安排 なあ、為了在打工度假期間 能夠充實的過每一天 建議事先找到自己感興趣的主題 決定好想做的事情 並且調查好要在哪些地点完成這些事 預先設定一年期間的計画 並且招好房子 また交流協会高尾事務所の9階にある図書室には 日本の文学者をはじめとして 日本の文化や観光に関する書籍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ので 一度足を運んでみ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各都道府県のパンフレットについては 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の申請を行う 10階領事室に置いてありますので ご自由にお持ち帰りいただけます 本日は会場内のブースでも各種パンフレットを準備しております また交流協会の留学生向け奨学金の説明もしておりますので ぜひお立ち寄りください 此外交流協会高雄事務所9階的図書室 有許多日本文学文化以及觀光的藏書 非常歡迎大家親自前往参观 申請打工度假签证的10階領事室这边 也放了一些介绍日本各都道府県的小手冊 欢迎大家来这边自由取悦 今天会場内各个摊位都準備了 很豐富的资源提供参考 在交流協会的摊位 也準備了一些 关于交流協会留学生奖学金的资料 有興趣的朋友 欢迎到我们的摊位参观 それでは次回の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申請について説明いたします 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申請は先ほども説明しました通り 年2回申請受理期間を設けています 次の申請は11月2日から11月6日までの間が受理期間になります 審査結果は12月11日に発表する予定です 本日は時間の関係で詳しい説明を行えませんが 交流協会のホームページに詳しい案内を載せております 配付いたしました こちらのチラシですね こちらのチラシのここのところにQRコードが載っておりますので これを元に皆さんアクセスしてご確認ください こちらのチラシですが この裏面の方にも 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に役立つ情報が載ったホームページのQRコードなどがございますので 皆さんよろしければアクセスしていろいろ確認してみてください 今日は時間の関係でいないので 詳細に説明を行っています 交流協会の官方の網站に 作成了詳細の内容を紹介します 有興趣的朋友に 使用手機を掃除 ここにこの伝説を QRコードを見てください また交流協会のフェイスブック上でも 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を始め 様々な文化事業について 常々案内を行っています こちらも配付したチラシの裏にQRコードを載せておりますので ぜひ一度アクセスしてみてください 此外交流協会的フェイスブック 臉書上面也刊載了一些日本打工度假 以及日本文化活動相關的訊息 那这个部分呢 也非常欢迎大家用手機掃描 我们传单背面的QRコード 来連結并且观看 皆様が充実した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生活を送り 素晴らしい体験ができることを願っております 本日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希望大家都能在充实的打工度假生活当中 获得很棒的人生体验 非常感谢大家今日到場聆听 好 谢谢我们日本的驻台代表 那紧接着呢 我们要欢迎的是我们驻台北韩国代表处的 江明总 江研究员 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 大家好 我是驻台北韩国代表部 领事课专演张明总 今天很荣幸到高雄 见大家说明我们韩国的打工度假签站 好 韩国是怎么样的国家呢 国家名称大韩民国首都首尔 官方语言很穩 其实想像一个国家 面积跟人口大约台湾的两倍 然后其他地方生活习惯制度都跟台湾满像 只是人的个性比较紧 一直说快点快点的国家 那我们打工度假签证是怎么样申请呢 我们每个12月初会有我们网站 公告新的规定 隔年度的办理办法 一定要参考这个准备文件 每年的那个准备具体文件 其实有点不一样 所以然后申请期间是 每年1月第一个工作天到额满为止 今年的话1月5号是第一个工作天 然后我们是售件到1月19号 然后额满 所以现在要申请的话要等到明年 我们韩国是跟22个国家 有签好打工度假签证的协定 台湾是其中一个 我们是2011年度开始 那今年是第五年 打工度假签证是怎么样的签证呢 可以在韩国住一年 在韩国可以读书780小时 聚餐工作1300小时 重要的名额400个人 那这个签证是你们可以自由工作 可是有些行业是你们禁止工作 所以要注意一下那些什么 教中文的老师 或者是那些需要执照的行业都不行 那怎么样的人可以申请呢 其实跟其他国家大部分一样的 打工度假精神都一样 给年轻人的优惠 所以有年龄限制 18岁到30岁 韩31岁 所以明年的话 1985年还没过胜率的人的 最后一年的机会 不要错过机会 那具体一点的文件 先看一下本人申请 只能在台湾的台北 我们办事出申请 韩国内不能申请 其他国家的韩国大使馆也不能申请 那有效护照12个月以上 台湾身份证 户籍图本 那这个意思是就有台湾护照 可是无户籍国民的话 就不能申请的意思 然后学历证明 国中国小什么高中都可以 反正毕业证书 或者大学的在学生名书都可以 然后无犯罪记录证明 去警察局开所谓两名证 那上面要空白的 没有什么犯罪记录就可以 然后健康诊断书 我们有表格 我们网站上有播台湾卫生书指定的那个仪表 然后银行的存款证明书 那这个红色的字其实我们之前是没有真正收那个投保证明 今年开始正正收到投保证明书 所以其实每年的规定都不太一样 所以先看一下然后准备 不然就到现场发现就自己缺文件不能申请 然后打工度假计划书自己写一写就可以 那期前文件的人就先到先申请 这二月看然后准备准备 然后就一月第一个工作天过来申请就好了 那其实我们要求的文件里面没有韩文检定考试的成绩单之类的东西 那可是不要误会你不用讲韩文去韩国可以找得到工作 不是这个意思了 只是为了给更多的人机会没有要求韩文能力而已 你们需要韩文 其实去韩国没有不会讲韩文或者是只会讲英文 其实不好找工作不好生活 这是当然的 想象一个国家跟台湾像哦 那我不会讲过我中文来台湾找工作找得到吗 不可能 好那就去韩国之前可以网站上面有免费的韩文课程 自己修一修也可以 而是去韩国之后 这你们已经不需要学生签证了 为了拿到学生签证你们付那么高的那个学费 什么大学附设的那个原中心 已经不需要了 已经可以去找这种免费提供的韩文课程 这是我们国家政府的所谓Glover Center跟Korea Foundation 去韩国之前先报名 看一下期间是哪时候开始 然后自己准备一下 那去哪里 那一半的旅客的话 住青年旅社或民宿这种地方 那这种地方有很多住信 先去那边叫朋友 找到住信也可以 或者是长期住的话 我们有台湾的那种套房 牙房之类的住宿形式 就我们叫考试院 呼吸网 就蛮适合这种打工旅游签证的 参加打工旅游签证的人 或是公寓的话其实金钱上的问题其实不适合我们年轻人 那怎么样找到房子呢 其实我们没有提供怎么样找工作的这种资讯 自己要跑 那不知道怎么找 那第一个小提供 去大学附近的地方 其实反正我们很多大学都是很多外国人在学 那边那附近找房子找工作打工其实蛮方便的 其实你们离大学远一点的话韩国人都就陌生的对外国人比较陌生 不知道怎么待遇你们或者是跟你们怎么相处 大家都觉得就害怕或者是你不会讲韩文怎么样 所以先找你们大学附近的一些餐厅或者是一些店面 也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广告 自己拿履歷表进去也可以 那去韩国之前那么多的网站可以参考 先看一下适合你们的工作是在哪里 Woof Korea 其实我们刚开始就开放给台湾人打工度假签证的时候 很多人都问我 我想去农场工作韩国哪里有农场 韩国不是澳洲了 我们没有大规模的那个农场 可是这个是全球性的邮寄农场组织 这边提供给你吃的住的 可是没有给你薪水 可是你可以参考 先没有地方住的话 或者是只是想了解的话 可以去这种农场工作也可以 那我们韩国的最低时薪的话 5580韩元 如果你的雇主不给你这个金额 或者是跟你跟雇主有问题的话 找一下雇佣劳动部 那边也有中文咨询 所以就不用怕不会讲韩文 那赚钱了 你们要报税的义务 那韩国的话 你们就临时打工 国家政府不会自动扣你的薪水 没有办法 所以你有义务 你自己找国税去报税 那税率的话 距离6%到38% 或者是你可能报税的时候发现你不是磕税的对象之类的 还是有义务去国税去报税 所以记得离开韩国之铁一定要去报税 找国税去报税 那这个是有一个义务 就你一定要办理这个外国人登陆证 是一个卡片当做你的身份证 其实有这个比较方便 开户头 住房子或住手机之类的 反正当做你的身份证 有些人问你 你是什么人 你的身份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就拿这个卡片给他们 他们就了解你是合法定居的外国人 会相信你 不会怕不用你什么的 那这个是韩国的健保 其实这是选择性的 你要的话可以加入 或者是你不要的话不用加入 其实我觉得台湾健保最好 这个 这个是常用电话号码给你们参考 就差不多警察局112119 这个一定要知道 或者是你就半夜就醒来很痛 就找一下1339 就跟他们说明哪里不舒服 或者是一定要去哪里什么的 然后这个去韩国之后 你要一定要知道的一些电话号码 第一个1345 你们是外国人 就在韩国的外国人的驱公所 就是韩国的移民署 那记得1345 你的护照什么变更 地址变更什么的 跟他们报告 一定要找他们 停留的问题 不要写给我们email 或者是打国际电话 找我们台北的韩国代表 不用 你直接打给这个韩国的1345 跟他们商量 那的话都是免费提供的旅游资讯 或者是发逆 或者是生活资讯 下面是台湾外交部提供的 帮你们的一个经济电话号码 记得 其实这个韩国打工旅游中心 我们外交部专门给你们设立的一个中心 因为你持这个打工旅游签证 有发生什么事情 不利的事情的话 一定要找他们 或是你不好找工作的话 去找他们 就寻求帮忙 他们是为了帮忙你设立的一个单位 好 那最后一句话 欢迎台湾朋友们到韩国打工度假 好 谢谢 好 谢谢 非常详细的精彩的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 有到过澳洲度假打工的 土昏仁土小姐 跟大家做个分享 请这位掌声欢迎 各位那个外交部长官 还有教育部长官 还有欣赏余会的青年学子 大家好 我是客家人 高雄美农人 所以我要发挥一下我的母语精神 那我今天呢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会针对在工作这一块 因为相信大家对澳洲一定是非常的 因为媒体的报道 有一桶金啊什么什么的 那现在到底有没有一桶金 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当然努力做都会有一桶金啦 那我觉得刚刚我在外面拿到这一本 就是外交 那个他们教育部办的这一本 我觉得很棒 我刚刚翻了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一本也是算是另类的圣经 那 那我这边我会很快速的先 就是带入主题 因为 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 所以我这边针对工作 那工作的部分 在之前我在这边有一个 第一步的就是购买海外旅瓶险这一个 很重要的是 刚刚像刚刚那个金融 因为我觉得说海外旅瓶险是一定很重要的 我这边有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就是我学姐呢 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在外 在澳洲的时候 就是因为受伤 就是烫伤 那当晚呢 我们就把它送到当地在Catherine那边 在那个Alesbury那边 有个Catherine 就是这一间医院 然后我们就把它送进去那间医院 然后因为它是三 就是先住院后结账 所以呢 我们就让他住了三天之后 我们就 因为他受伤嘛 所以我们就去帮他结账的时候 发现一个晚上是911块奥币 以1比30的汇率来讲就是 一个晚上2万7 我就说哇你住中同套房耶 我说我的旅费已经全部都筹出来了 如果再不继续搬出来的话 我帮你 我照顾你就好了 所以好险 他有购买海外旅评线 所以他是先 我们帮他付完钱之后 回到台湾之后 把那些证明的文件 再拿去申请就可以了 那这个 那个就 就先跳过 因为我会针对工作的部分讲 是因为 大家都会很担心说 到那边怎么找工作 因为我觉得我刚开始去也是 在很担心这个问题 那首先这个是job search 刚刚那个我们住台大使 他有讲到说 这个很重要 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建议大家 一定要找白工跟黑工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黑工非常猖獗 那前阵子 我有到大学去那边跟大家分享 他们就会说 什么是黑工 什么是白工 什么是黑工 等一下我跟你讲 就是如果你看到薪水 是从12块以下起跳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黑工 而且是pay cash的 就是现金的那一种 他应该正确的白工 应该会叫你填一些很多东西 像这个job search 你可以先去做一些登录的动作 就是你证明你是合法的 那 待会下一面 有几个那个页面 我会介绍给你看 那我觉得找工作 就只要 不管是在国外 在台湾只要有这四个 然后最后一定会有成功 就是你的微笑是很重要 即便你英文不好 但是基本的会话 你要敢讲 而不是说 哦我不敢讲 我不敢讲 当你一直退缩退缩退缩 然后即便你住在backpack 你也不敢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你来自哪里的话 那你一定会是 就是失败 因为一定会有成功的例子 也会有失败的例子 那你一定要有态度很积极 坚持不放弃 然后还有你的勇气 要如何跟外国人 那个面对面 那个谈工作的时候 你要如何拿出你的 你的胆势 那之后就是加上你的微笑 那这边有两个工作 一个是carrier 然后另外一个是gum tree gum tree的工作 我会觉得说 它现在也是有黑工 可是你们要学会去看 什么是合法的工作 就像我刚才讲的 太低薪的工作 因为他们现在 好像从去年 2014年7月1号开始 他们合法薪资是从 原本是从16.37 升到16.87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当你看到是15块以下 那即便是漏工厂 漏工厂基本来讲 就是25块起跳 我朋友他们在漏工厂待过 那我会觉得说 你一定要先去知道说 怎么去看这个工作的危险性 那gum tree他是除了 找工作 找房子 找车子 找旅伴 都是一个就是像他们当地的 那种一个生活的 他们澳洲人也会看gum tree这个工作 然后还有这两个 job for travel跟seeker seeker也是我们一个老板 他常常推荐我们要去做这个 就是做这个登录的东西 他说上面有很多合法的工作 因为合法的工作 他上面一定会有一定的流程 就是你去工作之前 他可能会要求你上一到两天的课 即便是在网路上面的也是 也是要你去看一下 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是 work travel就是 他是给他们玩的 然后还有这个 关于那个澳洲的一些生活点点 弟弟像刚刚那个驻台大师 他也讲得很详细 其实工作的部分 还有这个很重要 一个是公司的ABN号码 不要做黑工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帮你保险 一旦你受伤之后 就是会非常的危险 剩下一分钟 我非常的快速带过 填写基本资料是一定的 因为白工 然后记得工作合约书 一定要记得要看 你有签工作合约书 就是对你的保障 还有税号单 税号单就是你在那边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用 因为你要报税嘛 当地的时候你 你一定要有的东西 那新资单的部分 这个就是你一定要看到 我们的新资单 自己要记得怎么去 不是只有老板说了算 你自己要知道 你这个礼拜工作多少个小时 然后这是我简单的 就是在澳洲的工作经历啦 我其实都是做农场比较多 因为我没有去做肉工厂 所以因为时间有限 我大概让你们看一下 就是农场工作基本齐行就是刚刚讲的16.37 然后现在去年调涨之后 我不知道明年还会不会调涨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千万不要去做黑工 因为真的没有保障 然后做过很多形形色色的 那我因为时间有限 我就是最后一个 有一个很强调的就是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带一份地图 用自己的方式去旅行 然后还有一个 因为澳洲太多人去了 我觉得莫忘初衷就是 现在推广那个电子签证贴子 所以他不会再给你这个 除非到他们的移民局去花17块贴这个 那莫忘初衷就是你当初 为什么想去walking holiday 可能就是你想要体验人生的那种感觉 那希望你们不要就是到那边之后 可能因为形形色色不同的人 然后接触不同的人 然后堕落的人也是会有 那最后因为时间有限就是 谢谢大家聆听 谢谢 好谢谢图小姐精彩的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 日本独家打工的 施心仪石小姐 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 大家好 我是来自福人大学的施心仪 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 日本独家 我在我是2010年 2009年的时候 打工独家签证刚开始开放 所以我是等于拿到签证第一批就过去 我是2010年的夏天过去的 好 这个就不讲了 因为刚才那个我们的 那个交流协会讲的非常清楚 然后大家去按那个QR Code就对了 好 然后接下来我要先讲 为什么我会去日本打工独家 因为上一场我有分享被人家问到 所以我今天先讲 所以请大家QA的时候 就不要问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啊 大家都知道很多日商在台湾吧 我是日文系出生的 日文系出生的同学会有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会想要去日商工作 可是大家都知道说 日本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职场文化 跟他们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相处 在职场上的一个相处的一个模式 这是跟台湾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进入日商就等于直接进入日本的职场 那去打工度假最棒的地方就是说 你在 呃 就是说旅游之余的打工 其实是可以让你先接触日本的一个职场文化 所以这样怎么回来 如果是跟日本人的 禁日商也好 或是跟日本人工作 我们就可以无缝接轨 所以这是我当初为什么要去日本打工度假的一个 呃 最大的理由 那我工作的地方啊 是在 在 我不知道这中文怎么念 听说念立木县 那在日光市的鬼怒川温泉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哦 sorry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 在这个东京在这里 那我是离东京坐电车 大概要三个小时左右的地方 那我带的地方是温泉饭店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 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呃 因为日本的温泉饭店 它都会提供一泊二食 就是说 住一个晚上会提供你晚餐跟隔天的早餐 所以我们就是在餐厅做service 我的工作是透过仲介 日本的仲介公司找到的 所以我有签了一个合约 这个合约上面 有清楚的记载 我什么工作的时间 是从几月到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 我每天必须要工作多少小时 然后呢 我可以领多少薪水 我是几号领薪水 还有 他会给我什么样的保障 其实在上面都写得非常清楚 然后呢 旁边这一张就是 我们要去工作之前 这个仲介公司会提供我们 三天两夜的職钱训练 因为我们都是外国人 所以我们不能了解说 日本人在他们职场上 所需要的一些礼节 还有我们做的是服务业 服务业所需要的一些 服务业的基本常识是什么 所以他有提供我们 三天两夜的一个職钱旅 不是旅游 職钱的一个训练 好 然后呢 结束完之后 这个你的合约期满之后 他会请你饭店的这个主管 针对于你在这一段期间的工作表现 还有你是不是在日本生活 的一些生活的层面 他都会做一些评分 然后呢 如果他评分 这一张就是我的成绩单 然后他结束之后 这个公司就会给你一个 休业的 就是一个证明书 好了 今天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啊 就是大家要知道 我遇到311大地震 311大地震的时候啊 我要再回到刚才的那一张地图 大家都知道福岛县 是这次311大地震一个 受灾比较严重的地方吧 因为他除了有海啸的一个影响之外 他还有核能电场爆炸 那福岛就在这里 这里是我住的地方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 那一天地震的时候啊 震度是5级 非常的强 等于是 以前一阵子台北有一个很大的地震 那个时候他听说只有3级而已 然后5级 5级完之后就开始 不断不断的余震 一直余震 一直余震 然后呢 就有二次灾害 什么叫二次灾害 就是现在311地震的时候没事 当地震不断的 余震不断咬的时候 我们就发生 我们旁边就有一间翻店 他的玻璃整个全部破掉 突然间 然后呢 我们就遇到了断水 对不起 断水断电 然后交通中断 因为我们 电车 你看 如果说今天发生地震的时候 是不是捷运他就会停住 他就不会动了 那这意思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没办法坐电车 所以整个交通是中断的 还有因为我们临近福岛线 福岛线 因为那边的受灾太严重了 所以他们都会到我们这里来避难 所以我这里本来是温泉地 盛地 变成避难地 然后加上因为又有核能电场爆炸 我们会受到一些核灾的影响 相信最近也是大家 比较关心的一个食物的问题 那我就有一个反省 就是 我有哪些保险 其实人就是这样子 大家都觉得说 刚才听了这么多保险 反正我就吃好穿好 就让自己照顾自己的身体 平常一年根本就不会感冒一次 怎么可能用到保险 还有反正什么右驾左驾 我在出国之前好好练习 好好练习开车 开慢一点就没事了嘛 对不对 那么就不要开车 都不会有事嘛 对不对 我要保险干嘛 可是大家会想到 像我遇到311的那刹那 我就会觉得说 Oh my god 我怎么会遇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人都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赶快 匆匆忙忙去冲出来看 我有哪些保险 所以刚才我那张合约上 我也去看了 他给我哪些保障 我有国民健保 就像刚才前面的 我们的官员们讲的 健保很重要没有停 然后呢 因为我们要申请这张签证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旅评线 可是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你回国才能办理理赔 所以万一你今天在国内其实 在那个国家其实有点 花费很多的这个医疗费的时候 其实这个部分就会一个 会是一个缺点 然后还有我有自己个人的保险 还有意外险 然后呢 我有保日本的国民健保 其实他日本的国民健保 没有强迫你一定要保 那我是 就想说 因为我知道在日本看医生很贵 所以我就保了 那一个月 我那时候啦 一个月的保健保费 大概是付1000块 大概台币两三百块 然后医疗的话 他自付三成 感冒的话就大概 自付三成都差不多 还要大概3000块左右日币 那何况是 如果今天没有 没有没有健保健保 你看个医生 可能要三四千块台币 然后呢 这个日本旅游平安险 就是我的国家 对不起 我的代办公司 我的老板他们帮我保的 然后我还有保他们的老保 所以我后来才发现 没再怕的 我保险保很多 好 其实今天时间有限 那打工度假 我给大家的一句话 自我自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 写下人生精彩一夜 是我们去打工度假的一个目的吧 可是 平安回到家人的怀抱 才是你的责任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 是黄佳琪小姐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爱尔兰的度假打工的经验 请大家热点掌声 各位好 那我今天要介绍的是爱尔兰 那最近各位都会在报纸上看到 爱尔兰的同性公投 同性婚姻公投 最近通过了 那所以 那我现在接下来介绍 那为什么会选爱尔兰呢 因为我2011年之前有去旅游过 那2012年就是新闻公布说要开放之后 2013年第一天我就申请 但是其实不到一个月就下来 所以我6月中的时候就出发 那入海关的时候 只要给他们那个授权书跟护照就可以了 那在第68页你们小本子 我就特别讲一下 GNIB卡是居留证 那这张卡如果不见的话 补发也是300欧 所以各位要好好收着 那PPSN是勾作证明 就是这张纸也是补发 一发下来之后就是终身受用 那不见的话也是不再补发 那租屋的时候是我第一年 我第一个礼拜先住青年旅社 那我透过Devda IE 跟朋友一起去找房子 那我当初先准备好押金 那跟房东 如果你想要那个房子 就最好就是先给他押金 他会给你收据 因为有时候你第二天再去找的时候 房子就已经不见了 那银行 我是开学生账户 因为我有先报语言学校 那在爱尔兰 我不建议用旅行支票 因为唯一只有机场可以兑换 所以我本身是不建议旅行支票 那我先报了语言学校 那我觉得有报语言学校好处 是因为我毕竟我以前学的是美式英文 那我爱尔兰人说话非常的文学 而且非常的优雅 所以那老师教法非常活泼 那我就是在下午下课之后 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工作 或是履历介绍 那我也就是去参加 那让我在工作上也会有帮助 那工作我是有发传单 也有在饭店工作实习 两个月 那也是第一次跟爱尔兰一起相处工作 那就爱尔兰人本身非常幽默 那我在2014年1月的时候 爱尔兰 呃台湾办事处每一年都会在爱尔兰旅游展 有餐展 那我就担任摊位助理 那也是跟爱尔兰人介绍台湾的文化 那我也有参加志工 因为我想说要多接触到英文 所以有参加七八个不同的志工活动 那因为 然后之后在20 就是要准备回台湾前 有先去 有受邀到那个都柏林城市电台 接受访问 那也是分享志工的经验 那助爱人代表出每一年都会有定期的活动 那我就是大家可以趁这个时候多参与 那多交换意见 跟各位分享这样 那旅游就是 一定要去的就是Blauny Castle 我去亲了两次 那他的故事就是说你亲了那个石头之后 就会变才无疑 所以我去 呃就是两次经验都不错 这样就花了钱 然后还有Clifstown Mooran 这是在201年 呃有鹿选为新七大七景 我去了两次 我第一年去的时候很赶 因为只有一个小时逛 所以我只有逛主要的两个点 就是Clifstown Mooran跟Towers 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 我就环岛旅行 就是环岛旅行 跟朋友一起 那很 就很高兴那一天有看到彩虹 因为就是走到不同的景 然后这是我这一年就是 还爱尔兰的照片 那以下就是爱尔兰的相关资讯 那跟各位分享 谢谢 好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比利时的分享 我们掌声欢迎陈志诚先生 大家好 今天是2015年的5月24号 那巧合的是2013年的5月24号 我拿着比利时打工度假签证 抵达比利时 我是陈陈 那出国前我在台北市都市更新处 当公务人员存旅费 那在26岁以前我买了一张火车票 那环游欧洲三个月后 直到旅费几乎快花工的时候才回到比利时 那透过朋友的介绍 那在比利时打工 回想起2013年 那在欧洲生活的第一个月 那为了庆祝自己在非英语系的欧洲国家生活 我决定上餐厅好好吃一餐法式料理 那进了餐厅打开法文菜单 我随手指了两道菜 加点一杯我唯一看得懂的可乐 结果呢服务生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 那接着用带着法语腔的英文 跟我说先生你吃素吗 为什么你要点两道生菜配可乐 比利时的地理位置 北边是荷兰 东边是德国 南边是法国 那他们的官方语言正是 和语德语跟法语 那这三种官方语言 我一种都不会 而且呢 为了在旗线内使用火车票 那我也还来不及上语言课程 我就出国了 所以咧 你今天站在这里是要跟大家炫耀 你不懂外文 你也可以在欧洲生活吗 不是的 那先请各位看看 照片上的图片 那从照片上各位看到了什么 那有些人会说 啊这不过是一堆箱子嘛 那观察仔细一点的人会说 哦这个是冷冻食品 没有错 这一箱一箱的箱子 就是我的法语教室 它在附零下18度C的冰箱中 那因为不懂法文 照片上的每一箱 至少是十公斤 我们每天至少要搬五个站板 那长辈听到就会说 夭壽哦 你搬到台北了 你去做工人 可是呢 若你换个心态想 当你呢 搬了一百次的虾子 同时你在心里默念一百次 虾子的法文单字 那你要忘记虾子的名称 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何况照片上的冰箱 至少也是一家便利商店大 那透过劳动的过程 那这些法文的食材 法文的单字 已经完完全全 寄住在你的肌肉里 那脑袋想要忘 也不容易忘记 所以我想要分享的故事是 打工度假它是一种生活 那我们面对生活 它不是考试 也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那 那会选择欧洲打工度假 其实就是因为 没有足够的预算去旅行 那出国念书呢 也不单是为了那张文凭 最想要的还是 呃 体验那里的生活 到处去走走看看 那欧洲开放打工度假的地方 从东欧到西欧 外加爱尔兰 英国 这么多地方 这么多选择 那其实呢 套用找工作的观念 那无论是在台湾 还是在欧洲 其实最理想的状态就是 钱多事少离家近 那 呃 你的 你的月薪呢 不应该只是去计算说 你时薪多少 月薪领多少 而是你应该去扣掉你的生活费 住宿费交通费后 那才是衡量你是不是有赚钱的方法 那所以在比利时的位置 它到欧洲的各大城市 无论是英国伦敦 法国巴黎 还有德国的法兰克福 那 这些其实交通时间都差不多 而且比利时它有周末优惠的车票 那其实你利用一个周末的时间 你就可以多认识一个城市 那甚至呢 你多认识一个国家 那不过关于比利时的介绍 不外乎就是 巧克力 啤酒 薯条 尿尿小童 但是 你唯有在比利时生活过 你才会发现 比利时有 全欧洲数一数二的紫色森林 它每年只有 几周的时间 那你唯有去过这个紫色森林的人 你才会相信 原来人间也有梦幻的天堂 那无论是想去比利时 或者是想认识比利时 打工度假的朋友 那最常问的问题就是说 怎么买保险 怎么办手机门号 怎么开户等等 这些生活的基本资讯 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 不过今天时间有限 我无法一一的说明 不过呢 况且在网路上 有许多关于比利时的社团 有些问题 有些前辈已经整理好的资讯 放在网路上 那当然今天有缘来到这 那人家说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那我就是各位的朋友 欢迎有任何的疑问 就是发性自我的信箱 也许你们的问题 我不见得答得出来 但是呢 我可以帮你们请教 有实际处理经验的朋友 那请 他提供最实际的资讯给你们 那另外也帮朋友打个广告 就是欢迎加入 小悠小雪粉丝专业 那关于比利时打工度假的 申请流程 还有一些生活的资讯 他不只有文章的介绍 还有一些图片的说明 最后就是 来到2014年的5月24日 那在欧洲 在北利时生活了一年 那为了庆祝自己 在非英语系的欧洲国家存活了下来 我决定再次上餐厅 好好吃一顿法式料理 这时候走进餐厅打开法文的菜单 那我已经看得懂 有前菜 竹菜除了有干贝 还有芥末豬脚 那饮料也不再只有可乐 还有红酒 白酒 还有啤酒 那等待上菜的同时 我不禁回想 那你在比利时这一年的生活中 你学到了什么 你得到了什么 那今天很幸运 能够在比利时生活一年 那 特别感谢目前人在 比利时生活的王老板 他们是一对 从成长到 出社会工作都在台东生活的夫妻 那 他们不懂了法文 英文也不是很流利 在40岁的时候决定在比利时创业 那 各位可以想想30年前的台东 不要说学法文 那英文要讲得好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是他们却在比利时经营了超市15年 那也是 在布鲁塞尔市中 少数存活下来的台商 那他们跟我分享他们成功的秘密 那今天就分享给大家 就是 不要害怕 勇敢的去做你们想要做的事情吧 那 不要害怕失败 那即使失败了又怎样 谢谢 献给在场的所有朋友 好 谢谢 那紧接着最后呢 我们邀请我们的唐小文小姐 跟我们分享她在加拿大度假打工的经验 请掌声欢迎 各部会议的长官跟现场的年轻朋友大家好 我是Jessica 那不晓得现场有没有是我们打工度假资讯社团 就是看到我的po文来现场 然后或是 准备想去加拿大打工度假的年轻朋友 可以举个手啊 我有讲真打哦 好 因为我是最后一个 所谓大咖都是最后一个出场的 对 好我想来问一下 刚刚有两三位举手我想问一下说 就是你已经准备要去加拿大 对加拿大了解 呃 第一个问题是 加拿大的首都 渥太华 那帮我送 等一下 对 然后还有一题 加拿大有两种官方语言 我们换一个位 后面戴眼镜的小姐 英文跟法文 好对 OK 我现在要开始讲我的简报了 那 两位如果准备是要出发 我这里还要准备多伦多跟温哥华的公共运输地图 待会可以来跟我拿 好 我为什么用这个简报的背景 是希望 现场都想出国的年轻人 都是自己梦想的飞行员 可以飞出去看看世界这么大 好 介绍一下我自己 可以 站在台上 你们总要知道是谁在跟你们 要讲话 讲 今天只有六分钟 OK 我2009年到2010年 那时候还没有开放打工度假 我是去打工游学 当初加拿大有所谓什么4加4 6加6 就是一半念书一半打工的 然后在我2011年 2012年又去加拿大打工度假 因为实在太喜欢 我是第一届打工度假的 那时候只有200名 那时候只有200名 现在有1000名 OK 然后我的旅游足迹 其实这就是存款证明 对 钱都在这上面了 没有 那个存者里面都没有 就是都在护照上面 OK 然后这申请资格我就不多讲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外交部有 教育部有准备这小本子的第57页 他就有讲一下申请资格 因为今天我们加拿大驻台办事处 没有派人来讲 那我就大概带过 所以大家可以再看小本子的第57页 OK 我想介绍一下加拿大简介 加拿大在国土来说是全世界第二大 然后面积是998万平方公里 人口是3500万人 大家知道加拿大是台湾的几倍大吗 台湾是36193万平方公里 然后人口是2350万 OK 面积是台湾的275倍大 可是人口只有台湾的1.5倍 所以在那里生活还蛮舒服的 因为人口密度没有太高 这一部分我想讲的是 我列出几个加拿大主要的城市 就是大家会去 可能就是比较耳熟人强 当然不止这些城市 那我列出它的城市里面的税率 在加拿大所有的消费都是税外加 那温哥华西岸是12% 就是BC省 那再来是安大略城市13% 然后蒙特罗卡加利 所以就是各个省的那个税率是不一样 那大家最关心的时薪 每个小时的基本时薪 那有讲到黑工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的时薪是低于这些基本 这是法定基本时薪 然后又是跟刚刚澳洲的讲的一样 如果是领线 原则上很有可能是黑工 再者还有我底下有列的一个SIN卡 SIN卡就是他们的所谓 勞工保险卡 那它是不管雇主或是你要报税都需要用的东西 假设你的雇主没有跟你要SIN的那个Number 其实你有可能打的就不是正常的合法工作 然后劳动契约 就是你们在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签劳动契约 那上面会注明你的时薪 你的工时甚至你的加班的时数 你其实一周超过40小时 它就必须付你overtime的钱 然后其实我还想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今天出去打工度假 其实已经不是代表个人了 是代表台湾 我们房市就是一定要合法 然后就是到了人家的国家 我们就是要去 就是要顾及台湾人的面子 我们不要去做一些违法的黑工啊什么 或者是之后你黑工一旦被抓到 可能就会有被禁止入境的问题 那这边还会讲到 我还想讲的是生活费 加拿大的基本生活费大概是1000加币 所以你看这样子的时薪算下来 你一周只要有工作25个小时 你就可以cover基本的生活费 25个小时以外的 就是你的shopping津贴啊 你的旅游津贴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算下来 没有那么困难 跨出去没有那么困难 那在加拿大主要交通的部分 可能有分公共运输 飞机火车巴士租车 那公共运输不用说 他们的公共运输 在各大城市公共运输都建置得非常完善 其实不见得要买车 在那里就可以玩遍整个主要城市 那飞机火车巴士不用特别说 要讲的是租车 你一定要记得带国际驾照 还有你本身本国的台湾驾照 再来是一定要保险 那在那边租车其实保险费用 会跟租车租金几乎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外国人在那里 是没有RAC的 OK 然后要记得签约 反正很重要 契约都非常重要 租屋 工作 租车 都要记得签约 医疗保险 刚刚从前面我们的健保局官员 还有其他部会官员 其实一直强调这一点 我这边想说 就国内健保 旅游平安险 或加拿大当地保险 甚至会有人说 保险好贵不想买行不行 我这里说不行 因为加拿大医疗真的非常贵 看个感冒大概100块加币 现在汇率是25 所以你看感冒就2500了 然后之前我们在那里看过一个案例是 有个打工度假的人 不小心跌倒 门针手术下巴只缝了两针 960块加币 所以大概是将近25000元 那我觉得健保停不停 大家可以自己斟酌 可是如果只留健保 没有保其他保险 一定不够 所以我会建议 还是要保加拿大的当地保险 OK 就是快快乐乐出门 一定要平平安安回家 那保险不用到当然是最好 然后再来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我已经被举时间到了 大家可以加我的Facebook 如果对加拿大有兴趣 就是我是加达版的版主 这是Facebook最大的 加拿大打工度假的资讯社团 上面有3万多人 那上面其实很多的加达前辈 在上面都会交流 打工度假的资讯 那我个人的 我是会整理一些东西在网织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加 少QR Code就可以加进去 OK 好 我今天怎么有点紧张 OK 最后这是资深背包课送给大家 就是出国不是现代 旅行也不是捷径 打工度假更不是生命的魔术 是出国最重要的是态度 如果你态度不对 其实就很难学到 你的脑袋没出国 你也很难提升你的国际观 语言也不是鼻子过敏 你出去吸了国外的空气 英文就会变好 没有人天生英文好 希望大家都能出去写出自己精彩的一页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想我们是不是 请在场所有的人 来再次掌声 我们以上的驻台代表 还有津津津也来分享 好 那再听过了 刚刚我们驻台代表 还有青年经验分享之后呢 带来很多实用 而且又非常有帮助的一些资讯 那其实今天 经过今天的活动之后呢 我们在场的青年朋友 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到底哪里还有问题 就是自己想要多了解一些的话 都没有关系 待会紧接着我们会进行一个综合 好 我们再次谢谢 刚刚 各部会跟我们的 各的驻台单位代表 还有我们的青年的分享 那接下来半个小时 我想 在各位这个 刚刚的这个 过程当中 过程当中 也许你已经有找到 你原先想了解的答案 也许还没有 那我们趁这个半个小时 很难得 我们各部会的代表 还有 我们这个 刚刚分享的 这个 我们亲领朋友 或是我们驻台代表 都还在现场 那 我们再次利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 希望大家有问题 这个永夜的提出来 我想在 在做的都会很 这个 这个 很清楚 在 跟各位 在做一些说明 那我想 这个阶段 我们 也邀请 这个 外交部的 公众会的 这个 工专门委员 跟我们 教育部清理署这边 共同来主持 这个阶段的 这个 座谈交流 那 以上 这个 是不是我们 因为时间 只有半个钟头 依照上一场的经验 很多 这个朋友都到 最后面的时候 那时间已经 快来不及了 大家才提出来 我想我们 还是一样 这个 一次三个问题 我们三个问题完之后 我们再先做一轮的 这个回答 那 接下来再做下一轮的 这个 提问 是不是 现在就开始 看看是不是有 哪一位 心理朋友有问题 趕快先 先提出来 好 开始 趕快 趕快 把握时间 等一下 因为我们这一个部分 因为也有这个直播的部分 所以我们希望 在提问的 亲人朋友也都可以用麦克风 那让我们这个 转播这个部分 让其他这个没有参与 没有在现场的 也都可以参与 大家好 我想要询问 澳大利亚度假打工的问题 就是今年开始有 跟我们就是收打工 薪资里面 百分之三十二嘛 那他有提供 对我们生活上面 有不一样的保障 或者是工作上 有特殊的保障吗 就是 增加一些 额外的服务 这样 好 谢谢 来 我们第二个问题 有没有 有 有没有哪一位 有第二个 有想知道 来 这边请 不好意思 大家好 就是英国的 现在新制 签证的生肖日 然后 三十天内要入境英国 那并在十天内领取BRP 那我想请问我 昨天上签证的网站看 旅游的时间可以到 可以选取到十一月份 那我想请问 那个日期啊 那个往后推的日期 没有确切的添书 然后另外 如果就是多数人都是 想要选择 在年底 处罚的话 那大家应该都是到 后半段才会申请签证的部分 那我想请问 那申请 要预约面试 那会不会有 排不到预约的问题 谢谢 好 谢谢 来 我们第三个问题 有没有 最后面那边 那位 不好意思 我想请问的就是 因为 都一直在强调保险 然后跟不要打黑工的问题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保险到底要注意 有没有 就是保 保险的事项 到底要怎么去买这个保险 就是要有什么项目 是不是有理赔的问题 要怎么去 注意这个 我们去买保险的时候 要注意是不是有哪些承保的项目 然后 那个工作 如果 假设我今天要去澳洲 或者是 要去澳洲的话 请问那 我要有什么管道可以上网 就是类似像上网 还是 去 要怎么去找到 比較合法的白工的工作 好 我们大概 这三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 这个是 我们 澳洲这边 你好 你好 我抱歉 我会用英语 来回答 我的中文是 只有那么好 以前有没有货币 现在 你的问题是 以前有没有货币 现在现在 他们正在移民货币 为什么这些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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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说 我不是很清楚 在货币 除了 他们做的 直接 禁止 失败 这些收藏 只是 their tax-exempt status so that was a decision of the government that um was a was a was a macroeconomic decision that they decided to make um unfortunately it was bigger than the working holiday program but one thing that the that taiwanese working holiday makers do have is full access to all of the services that australians have and as i mentioned in my presentation uh the government definitely encourages taiwanese working holiday makers to be aware of their rights and to make sure that if they are concerned that their rights may be may be being infringed in terms of the services and salaries that they're receiving to report it because it is an issue that the government looks at closely and at the moment is trying to resolve some of the issues that have been in the media recently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finn 我稍微做 簡短的翻譯 那它剛才是說 就是澳洲以前是不用收稅的 那為什麼從今年開始收稅是因為以前 度假打工 對他們來講的話是免稅的一個項目之一 那麼 他們今年他們國會那一邊 就是 把這度假打工免稅的這一個條款 給取消了 也就是說把度假打工所賺的錢 也當作是一般的工作的項目 那所以也必須得要收稅 那他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在他的報告裡面也有講到就是 我們澳洲非常歡迎 就是我們台灣的年輕人到澳洲去度假打工 那大家如果說對澳洲方面就是 所提的任何的那個什麼 就是說您自己方面的權利啊 有什麼就說有什麼疑問或什麼 都可以隨時跟他們的官方 就是來反應 大概是這樣子 第二個問題我們先請我們這個教育部 東京科長跟大家做 您好 有關於英國度假打工的問題 他有一個BRP的最新規定 相關的資訊我們已經收集了 把它匯整在我們IUCE的 度假打工專區 我們 你就 Google關鍵字 IYOUTH 因為你們來報名參加這一場 就是上IUCE去報名的嘛 他有一個度假打工專區 我們已經收到英方來的通知 有關於BRP的最新規定 你在裡面可以查到你所需要的訊息 這是第一個回應您的 第二個您說 大家都會想說 贊助證明的有效期是三個月 你必須在三個月內要去辦簽證 所以很多人就是 想說他越晚去辦簽證的話 他可以越晚出國嘛對不對 這裡有兩個可以建議你的地方 第一個地方就是說 你去面試的時候 可以跟那個面試官 那個 跟他 陳情的意思 就是說 希望他可以讓這個簽證 延後三個月生效 他有這個權限 最多可以延三個月 這是第一個 所以你可以延後三個月才 讓你的簽證生效 第二個 曾經有人算得太準了 他到最後的一個禮拜的有效期 才去排隊要去面試 結果他約不進去了 眼睜睜的看著他的贊助證明失效 所以我在這裡強烈的建議你 千萬不要算得太準 最好是在最後一個月的時候 就要想辦法去安排 你的面試的約談 這樣會比較保險 免得說你 到了要去 上網預約的時候 已經約不進去的時候 你那個時候就非常非常的麻煩 這是我給你的回應 謝謝 那第三個問題 跟保險的問題 我們請監管會 代表這邊來回應 喂 你好 那個有關保險的部分 我這邊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就是其實保險的部分 是跟自己本身的這個保障的需求 跟預算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分兩個層面來說 像現在其實國人保險觀念 都還蠻有的 如果你本身就有投保 受險 傷害險跟醫療險 那會建議你們在出國之前 自己把保單拿出來看一看 比如說像醫療險 它的那個醫療費用的額度 日額的部分 你們自己評估是不是足夠 不夠的話 其實就要在額外做一個加強的部分 那如果在 國內本來就沒有保險 那這時候要出國了 那預算又有限的狀況之下 優先順序還是會建議你們要買意外險 因為旅平險它有180天期間的限制 那度假打工通常都會超過這個天數 就比較麻煩 所以還是會要買意外險為優先 那醫療險的部分也會建議買 但是費用就會比較偏高 所以還是要跟自己的預算本身做一個考量 排優先順序這樣 上報告 接下來我們進行這個第二問 有沒有 親戚朋友還有問題的 我想在大家思考的這個當中 順便再做一些補充 就是我們 其實我們這個度假打工這個部分 大概最完整的資訊 我們會集各部會相關的一些資訊 最完整的資訊 會放在外交部這個 台灣青年放眼世界這個網站上面 那除了這個網站以外 那我們教育部青年署 IU是剛剛所講的 這個青少年國際資訊交流網這一邊 就是除了這個 我們有連結到那個度假打工之外 那關於這個青年朋友 如果說要國際參與的 包括各種這個國際參與的機會 或者說是劉優協 獎協金等等 各相關的資訊 我們在上面都有收集 那這兩個 網站請大家這個 盡量這個 有機會上去看一看 參考一下 好來 哪一位 剛剛這邊 來 請 我想問一下 就是 不是都有那個翻譯電話嗎 然後我之前在澳洲打工的時候 就是有薪資糾紛的問題 可是我打翻譯電話到FIREWALK 連續打了三天 可是他都說時間有限 然後 就是那個電話一直沒有辦法轉接 可是所以也沒有辦法知道說 我要去哪裡申訴我的電 那個 申訴我的那個勞工薪資的問題 因為我FIREWALK的電話是完全打不進去的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這邊請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青年海外生活體驗專案的貸款 他說還款期限是 5年 還款期限是5年 他的那個期限是從 你回國那一年算 還是 當年算 再一個問題好不好 還有沒有 來這邊請 那個你好 那你好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想去加拿大 然後想問一下 去加拿大大概要準備 就先準備多少錢 然後就是還有 就是 工作他有什麼 限制說 哪種種類的工作不能做嗎 就是 因為像 韓國不是有限制說什麼 專業的不能做 然後想問一下 現在拿到有沒有限制 然後還有就是 如果我去的話 我要辦旅遊支票 還是辦信用卡 有推薦哪一種 還是哪家銀行的 我們就這三個問題 那首先關於這個澳洲 澳洲 這個翻譯電話這個部分 他也是用那個英文回答 我待會再稍微做一下翻譯好不好 我先問一下 我先問一下 I'm not familiar I'm not familiar with the service myself having not used it but I do know that that it exists there so if I'm sorry I wasn't entirely clear did you say that you had left a message with the fair work you'd left a message with the fair work ombudsman asking for Chinese service and they didn't get back to you if that was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question in which case all I can say is it sounds very unusual as I said I'm not familiar with the service because I haven't used it but there it's something which which the relevant agency advertises and I do know that it is something which we've been told Taiwanese working holiday makers have used so I'm sorry that you had a negative experience with them and I guess I'm really not sure what you could do other than perhaps some perhaps visit one of the offices rather than try to call I guess I guess that's a problem if you're in a rural area yeah I guess my general recommendation would probably be to never leave a message with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 but I'm terribly sorry that you had that negative experience and I'll make sure that I take a note of it and relay that to the relevant agency 剛才朱澳代表示說他有點不太瞭解就是說你是不是在那一邊留下一個訊息然後就是說請他們就是要做中文的翻譯啦那他剛才是表示說在有關於那個到澳洲去打工度假那他們所得到的政府的訊息都是有提供這一方面的服務的那他本身沒有打過這通電話 那所以說他也不知道說他也不知道說這服務的就是成效如何啦那他他也覺得很抱歉就是說我們國人到那邊去度假打工然後打這一通電話的時候竟然就是並沒有得到很好的服務那因為這個他從來也沒有打過可是所以說他覺得說這個他聽到這個訊息是覺得是覺得很難過 覺得說不太好那他也會把這個訊息給寄下來然後轉給就是相關的承辦單位那他當然剛才也開個玩笑說其實他也建議說如果有這種這方面的訊息的話以後就是有相關的情形的話盡量不要用留訊息的方式因為政府機關也許因為他工作就是這樣子來區區或是說值班的同仁不一樣那也許就信息就沒有再交戰下去了那如果說就是說大家有遇到這一類的問題 其實像剛才我們李南陽李代表他也有講到就是有遇到度假打工的任何的問題的話其實可以跟我們的就是住澳代表處那邊的同事我們其實有每個同事就是都有值班的同事然後他們可以提供就是不同的協助那當然就是值班那位同事也許他不是負責這一方面的業務可是我們會把這個東西給交代下去 這個問題我們也請這個我們在澳洲這個度假打工經驗的文心這邊喔也做一個補充的這個回應說明喔 那個不好意思就是我這邊補充一下就是如果在澳洲打工他通除了那個Fairwork可以打之外還有一個131450就是他會直接講華文的你有打過這通電話嗎131450專線 就是他有辦法就是先幫你處理因為我們當時我在北領地做芒果的時候也有就是發生過就是台灣人去捲款這件事情那其實那時候新聞也鬧滿大我們也有打這個專線那雖然說後來因為他其實這種case實在是太多所以他在處理的程序上除了很慢之外我們也有打駐台大使的電話那其實我們有動用到一個最因為剛好是台灣人捲款的關係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有聯絡台灣的記者的朋友那請他幫我們可不可以追回那個台灣人那我不知道你的公投或者是誰是不是是不是台灣人所以我們是針對我們是台灣人的那一塊的話 可是Fairwork他基本上他都會處理但只是比較程序比較慢一點點 我的意思是說我打翻譯電話我是需要三番通話可是Fairwork電話一直打不進去然後翻譯的人員就說 只能等待10分鐘如果你10分鐘之後對方沒有接通 我們就沒有辦法再問你等待這個電話 可是我連續打了三天 三天都沒有辦法接通 對 那可能就是 這方面的話因為我們 我們都會多方面去處理啦像我覺得就是會打駐台大使 然後我們會一直跟他 接洽就是跟他講說我們真的遇到這個困難 那他們那當時是他們有給我們一些 回復那 因為畢竟說 案子太多可能太多了所以 像我們的案子之後雖然不了了之但我覺得 至少感覺在澳洲的時候是有一個 我們台灣的政府好像也有出來幫我們一下所以我覺得駐台大使是很重要就除了那個Fairwork之外 還有那個翻譯專線這樣子 謝謝 澳洲這個網路處長這邊還有一點補充 是 I was just going to add one thing and that was um last year Chinese surpassed um I think it was Italian to be the most widely spoken language in Australia outside besides English it's now the most widely spoken language in Australian families besides English so it does sound very unusual that um that you wouldn't be able to access Chinese language government services because uh they certainly do exist because it is now such an incredibly um popular language in Australian families so again just to say I'm I'm very sorry that you had a negative experience and I'll relay that to the relevant agency 剛才他是說齁因為在澳洲的話齁就除了英文之外中文應該是最受 就是說第二外國語啦也就是說澳洲人就會就是說比較熟悉的一個語言 所以說他聽到這個訊息其實他也經真的有點訝異 因為他認為說澳洲的公務機關裡面應該有足夠的就是英文中文翻譯的人才 那他說再一次的說聲抱歉那他也會把這個訊息 就轉到就是相關的單位來處理謝謝 好那第二個問題有關於海外生活體驗貸款 來 請李科長 有關於青年海外生活體驗貸款的部分齁他的規定是他的還款期限最長五年 就他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不需要使用本金寬限期的話 你只要還四年 你如果說使用了本金寬限期就是說只還利息不還本金的話 那個期限是一年所以一年加四年是五年 那他的規定是貸款貸出去以後就要開始付利息或者是要連本金一起付 那所以一般的人因為他們去度假打工一般都是一年 除了你去英國是兩年以外 那他們就會交代家裡面在他回國之前的那一年 請家裡面先幫他付利息 那個利息非常的低只有幾百塊而已 然後等他回國以後 然後他才開始正式的償還本金 那他這樣就等於說 他出國的一年 他的家人先利用本金寬限期幫他付利息 然後等他回國以後他再自己去還本金 那所以一加四變成五年的意思 好 然後在這裡再補充一點 因為剛剛在做業務說明的時候時間很短 所以有兩個很重要的文件 請你們上我們的IUCE網站去download 一個是青年度假打工的注意事項 一個是青年度假打工的行錢檢核表 那個注意事項跟檢核表 都是非常適合你們在出國去做度假打工之前 download文件以後按照上面的敘述 去準備你們的出國的行程 跟相關的資料跟內容 會對你們有很大的幫助 那最後就是提供給你們一個 我們外交部非常的貼心 你們只要在國外的時候 打一通那個免付費電話 叫0800 085 095 這個免付費電話 然後你們就可以獲得他們的相關的協助 0800 085 095 以上報告 好 那加拿大的這個度假打工行錢準備 那這個部分我們請這個小文這邊來補充說明 你好 你剛剛有在問說你就是 如果要去加拿大打工度假大概要準備多少錢 那其實他在申請打工度假的時候 他有要求一個2500塊加幣的財力證明 其實這大概就是在加拿大兩個月的生活費 那因為其實你在加拿大好不好找工作 可能還有一部分是取決你的英文語言能力 那原則上我會建議至少準備2到3個月的生活費 那一個月的基本生活費含住含交通含餐食 基本生活費大約是1000塊加幣 所以我會建議你至少準備3000塊加幣 那加拿大的來回機票 如果以溫哥華來說 單程可能是22000塊台幣 那再來可能就還要看你其他費用要不要 就是要唸語言學校提升英文能力 那個就是在額外加上去 所以費用大概是這樣準備 那工作的限制的部分 其實他跟韓國跟其他國家應該差不多 他就是有一些需要專業證照的工作你不能做 比如說教師 護士 醫護人員這一種 需要專業證照的工作 我們吃打工度假的簽證的人是不能做的 他都需要有加拿大當地的一個認證的工作才能做 那再來你剛剛有問履資現金或信用卡的部分 那加拿大當地來說履資其實並沒有這麼通用 可是因為就安全考量而言 他加拿大的銀行 你到加拿大你一定會開戶 所以你可以帶履資出去 直接存到加拿大的銀行戶頭 然後你就馬上立即就可以領現金出來用了 所以你出國其實現金的部分 可能只要準備一小部分 大概一千塊加幣的現金 其他都可以用大面額的履資 因為你的履資一定是純淨銀行才能領出來用 那信用卡的部分 其實倒沒有限定哪一家 主要反正他們都還是使用LISA跟Master 就是看用哪一家銀行的信用卡都可以 對,OK,開啟 好,謝謝 來,我們現場還有沒有朋友還有其他問題 有沒有,你會有的話 這個機會很難得 我們相關部會的代表都在這邊 那邊有 請 你好,我想要請問一下那個澳洲的 就是關於他要申請資格那個身體健康的部分 他有什麼那個就是 就是有什麼需要特別的 然後例如說過胖或者是這樣子可以嗎 還有那個英文程度能力的話需要很多嗎 還是基本就可以了這樣,謝謝 好,還有沒有問題 問題,來,這邊有,來,請 大家好,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大家都是坐籠或餐廳服務生 可是我想請問一下如果像技術性的堆高機 那些吊車之類的或搭貨車送貨員 那到那邊可以像我們這個青年打工這樣 可以去工作嗎還是不行,謝謝 不好意思,是澳洲,謝謝 澳洲是澳洲的問題 好,我們今天澳洲的問題 其實我們最多的青年到澳洲去 來,我們這邊還有第三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因為我想問澳洲的部分 想要,因為剛剛都沒有提到澳洲 就是關於在澳洲租車或是買車的方面 然後想要知道他要具備哪一些資格 或是他要準備什麼東西 然後注意什麼事項 然後還有關於就是 如果在澳洲做設計方面的是可以做的嗎 他需要太多的,需要那些專業證照嗎 平面設計或是室內設計 平面設計或是室內設計 我們先請澳洲租台代表這邊先來回應 可以講一下 只要去答案 就要答案 一問問中 就是學習、普通話 你也知道 每個習慣的 如果你不可能就会有任何 最后一步的时候 就已经了解了你会因为向佳人之间 但是数据 医学会 会去找工作 也不是该会有任何 法查的ства 而是从其中一条件事 需要尽量里面 限制做法 有任何或许会有任何事的方式 不过有任何工具 都要臨nel了 在理想中,你提到那些工作在工作中, 一定是你提供的工具, 如果你提供你提供工具, 你提供工具, 我只想制作的工作, 即使你联系了 在工作的工具, 有限制的工具, 你会更加上比较工具, 在理工具, 我认为工具, 他回答第一個問題說有關於身體健康檢查 其實澳洲這一方面並沒有任何的限制 他說其實只要你能夠就是G79杯來 基本上應該就OK 所以說這一方面的話 其實那個就是身體健康檢查方面 並沒有什麼其他的限制 然後有關於那個就是找一些比較專業性的工作 那有關於那度假打工 因為他並不了解說所有的專業工作 在度假打工裡面的規範是什麼 不過他認為說其實你可能必須得要你在這個 要申請這一方面專業工作的時候 你也必須得要有競爭力 因為變成你要申請這份工作的話 實際上是要跟澳洲人競爭的 那也就是說實際上在 如果說你在這一方面表現得很好 像譬如說你講到室內設計 那你在這一方面如果說你的僱主 也能夠就是說 覺得說你的表現非常非常好的話 那你才有可能會得到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我們再請文心這邊就他的經驗 也提供你一些建議或是回應 謝謝 那我這邊再針對一下就是剛剛那個英文程度到底要多好 但我覺得基本的會話是一定要的 然後要勇敢去講 不要就是一直很害羞啊 那基本的會話我覺得大約你要懂得去跟人家 social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 所以你覺得你自己不足的話 你在出國前你應該在自己額外補充去加強 然後而不是到那邊會覺得自己很緊張 然後其實越緊張越容易出錯 那這是我的經驗啦 那另外一個那個專門開車 那個證照的 專門證照的問題 就是他們如果你要到那邊去開他們的專門的那個證照的話 好像基本上都好像在那邊上過課 然後要付費 對 那我有一個朋友比較特殊 可能是他我覺得老闆覺得他開車技術不錯 然後他因為在台灣有開卡 開那個卡車跟那個怪手的經驗 所以老闆會很重用他 那他有出示他的license 然後他有國際駕照 所以我不知道我這樣合不合法 但只是我把我看到我遇到的事情跟你講 那基本上如果在那邊要有證照 好像是要再上課 然後額外付費 然後取得當地 就像他們的建築很缺 所以他會鼓勵你去上建築的課程 然後才可以去做建築的工作這樣子 然後租車的問題 就是你租車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除了租車之外的那個錢之外 你一定要加保權限 因為澳洲很容易很多袋鼠 就是他們很多很愛自殺式攻擊 那撞到袋鼠政府並不會賠你 所以你一定要保權限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這是除了保障你自己的權益之外 也是生命安全是第一 對那以上謝謝 好 那我想我們已經有 這邊 OK 那個交通部這邊再補充一下 剛剛一位同學問到說 希望在澳洲從事那個送貨的工作 通常就是說 如果說您所說的送貨工作的話是 要自己開著車去送貨的話 因為這個等於是說 你以駕駛作為報酬 那這個就是以台灣來講 這個名詞叫做職業駕照 在國外叫做 Commercial Driver License 那這個的話可能就也牽涉到說 那這樣子的話打工度假的話 在澳洲它允不允許說 考這個類別 那我再提一點 就是其實我們國際駕照上 汽車類別也不只小汽車一個 如果說您在國內 已經有取得比較高等級的駕照 比如說是可以開卡車 可以開巴士 或者是那個最高級的 可以開那個連結車 像貨櫃車那種 在您的國際駕照上 基本上都是可以助計 那個種類的駕照 但是問題就是說 在國外 那這個打工度假的規定 你允不允許說 你能夠去從事這樣子的工作 以上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來 我們還有沒有問題 後面那邊 那一位朋友 不好意思 大家好 那我的問題 其實跟剛剛那個先生差不多 因為 我也想要去從事 就是送貨的工作 然後 我現在 那在澳洲到底有沒有承認我們的駕照 或者是我剛剛考堆高機 考出來 然後 我的堆高機 在 澳洲有沒有承認我們這個資格 或者是 我們如果要 去澳洲上 類似像堆高機這種課程的話 我們有沒有什麼門路 就是 在我們過去之前可以先報名 然後我們到當地 一兩個禮拜 可以馬上去受訓上課 這樣 還有那個費用 到底是多少錢 然後 可以讓我們有先 有一個準備 可以 會比較 不會浪費那麼多的時間這樣 謝謝 不好意思 再請問一下 然後如果就是 剛剛那個小姐有 很好先分享我一個網站 然後 除了那個網站之外 我們還有什麼 方法可以找 像類似比較這種 這種特殊技能的工作 謝謝 交通部這邊代表 他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澳洲那邊的駕照 我們 是不是 這一個部分可以回應一下 報告一下 就是說 對高機的訓練 也許 你可以跟訓練機構問一下說 他們 有沒有提供英文版 或者是 說 您也 打聽一下澳洲這邊 如果需要這個資格的話 他 是不是說 能夠承認我們這邊的 或者是需要翻譯 什麼之類的 好 以上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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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走 氏 The first thing I should say, just because we seem to be having a few questions on the issue, is that the working holiday scheme is different to the skilled visa scheme. It's a different scheme. If you come...if you would like to work in, generally speaking, any country because of your specific skills,then you need to apply under a different program to a working holiday maker program. however that said most employers would of course value experience that you have and qualifications that you have that are relevant to their to their work and to work that you might apply for so for your example sir your I understand you're a professional driver as with most countries indeed Taiwan if you would like to have a license in that country you will generally have to pass the local qualifying exam like I had to here in Taiwan to get a motorbike license so yes you probably would need to pass a test I can only imagine that if you have pre-existing skills you would you would find the test easier than someone who would not but I think that's a generally applicable qualification that's a generally applicable condition for any country if you want to engage in skilled employment thank you so much 澳洲代表是說 渡假打工的簽證 跟一般所謂的技術人員的簽證是不一樣的 那就是說 技術人員包括您剛才所提到的就是 駕照部分 就是對高級的駕照 其實那種應該算是一種技術人員的一個範疇 它不是算是所謂的那個渡假打工這個範疇 然後再就是任何的一個那個什麼就是說 駕照啦或是什麼證照 那個都是必須得要符合當地的法律規定 就像譬如他剛才講的 如果說他要在這裡騎摩托車 那他也必須得要就是考過我們 交通部這個摩托車的駕照 那他才能在這裡那個就是要開車 那當然您就是說你有講到說 你要追高級這個業務的話 其實是屬於比較技術層次的技術人員的一個範疇 那跟那個就是說渡假打工可能是不太一樣的 那當然如果說要到那邊工作的話 那當然也必須得要通過當地的相關的一些測驗 拿取得當地相關的一些證照才能在當地工作 我們今天日本跟韓國的代表就在這邊 有沒有這一方面呢 日本跟韓國這邊 這邊 我想要問韓國就是最近是不是有改變 就是給外國人打工度假一個月有限制最高 可以就是賺多少的薪資這樣 謝謝 各位最高的薪資 對就是有沒有限制 沒有限制啦 只是你一年總工作時間不能超過一千三百小時的限制而已 那時間內的話你的薪資或是什麼都沒有限制 還有兩位 不好意思我剛剛有問一個那個租車或是買車的問題 好像沒有回覆到 我們後面還有一位 我想要問韓國這個國家的問題就是我還蠻清楚知道日本或者澳洲其他的工作性質的方面 那在於韓國的部分 就以往台灣國人青年到那邊工作的性質都會大概偏向於哪一個方面 然後出了這些 對謝謝 私心的話就我剛剛PPT裡面說的一樣 每年那個我們最低薪資是都國家政府公告的 那今年的話五千五百八十韓元大概三百左右 然後那個台灣人去韓國的工作的那種行業嗎 其實基本上你們可以工作的行業都是一般轉期的打工而已 那所以我剛剛說的是就一般我們去韓國的學生都是已經去過韓國的 大部分都去過讀員中心過或者是教完學生 所以他們都找的是一般大學附近的那些餐廳或店面的一些打工 或者是其實自己其實我跟你們說就在補習班教學生是違法的 可是自己一對一教的話就這個可以 所以有些人是已經就教到朋友們 然後朋友們介紹給他們就教中文的一對一的那種 不是補習班那邊教學生的也有 或者是有一個人是去那個Woof Korea那個農場 子宮農場那邊也有生活過 好 那這個到澳洲租車買車的問題 我們先請這個代表這邊先做回應 謝謝 謝謝 沒錯 謝謝謝謝謝謝你的回答 所以說回答的並沒有說 在答應為一時候 沒有,不會有限定在賄入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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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的 這問題是是否今天為太大便會買的 因為那有時候你能夠有關於入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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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所以我不確定不行 超過的人有去賄入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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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入入入入入 ¿ 但我覺得如果他們必要是為了 there wouldn't be any restriction on that. In terms of hiring cars, if you want to hire a car from a corporate agency such as Avis or Budget or one of those agencies, they do impose limits on whether or not you can hire a car. Those are not determined by the government, those are private companies that determine it. that will be affected by obviously, you need to have a valid Australian driver's license is the first thing. 第二,在你的年紀,我认为是从小时中的年紀, 我认为是从小时的年紀,你所需要需要多大多 为了计划的那种产业的金融担担 我不虽然是那种年紀,但我认为到年紀兴的年紀 从我年紀的年紀,从小时的年紀 我认为了年紀元的年紀 所以政府不會提供你買或購買車 最重要的是要有公司的確保證 謝謝你的問題 所以有關於買車 他認為說應該是沒有 不過應該一般度假打工到澳洲度假打工的人 如果說要買車的話 應該也會考慮到你在那一邊待的時間的長跟短 那一般就是度假打工作以一年到兩年 基本上是以租車為多 那所以說他是認為說 就是買車方面應該就是在政府上面 是沒有任何的限制 那至於租車方面 如果說你要跟私人公司像budget 這種所謂的國際租車公司租車 那租車公司他們本身有他們自己的限制 那他可以想像的到就是例如說 他們會要求說 你有一個所謂當地的駕照 然後第二個他會限制你說 你的年紀幾歲 也就是說他可能會認為說 你如果年紀太小 可能沒有當地的 就是說還沒有當地駕照的話 實際上他不會租給你的 那這一方面的那個 就是說限制實際上是 這個租車公司他本身 就是 就說方面的限制 而不是說澳國政府他們的限制 那個我補充一下就是買車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覺得買車他就是除非你待的久的話 你才去考量買車這個動作 那我們當時買車的時候是一定就是 要先看 一定要看到車子 這是最重要的 然後里程數跟年限就是油箱輪胎 那些全部你都要親自去檢查 像我是女生就比較外行人 我就會請我的男性朋友先去幫我看 那他要怎麼做移交的動作 就是他會請你去他們當地的 就是我們那時候在塔斯瑪尼亞買的車 那我就要去他們像塔斯瑪尼亞的區公所嗎 就是他們辦事處去做交接的 就是他們那個賣車的剛好是澳洲人 他就會把他的那個 有點像是你的行照給你 然後他你買賣的價錢也會包含他的稅金裡面 所以他那當時就是 因為那車子的年限比較高 所以他的車子就是給我們開的價錢是2000澳這樣子 通常買車都是買二手車 然後他的那個路權 每個省份的那個路權叫Vegor嗎 就是他的路權前面貼的那個貼紙 每一週的那個價錢也是不一樣 有些看你要半年買一次 或者是一年買一次 你沒有貼那個就是不可以上路 就是像我們的e-tech嗎 對 然後你到那個 譬如說我從塔斯瑪尼亞開回去本島 到沒有本就是維多利亞省了 那他會如果零檢的話 他會要你出示說你的車子在哪裡買的 所以你做那個移交的動作 你那個所有的paper 那個證件都是要留著的 那租車的部分一樣 不管是租車買車 最重要的是權限的問題 你不要想說我買車也不用保權限 就是保險這個問題 就是他們當地有 雖然貴 但真的是有保障 因為很容易撞到袋數 那以上就是這樣補充 謝謝 我再補充一點 因為就是 依我們在監理單位服務的經驗 就是說 有人 他那個就是托台灣的親友 有跟我們申請那個駕駛資照審查證明 這個就是同程的無照式證明 那申請的目的就是說 到那邊 辦理車輛的保險 要用的 所以說也是建議各位同學 出國之前 除了辦國際駕照的話 也可以辦一張這個無照式證明 這個備用 以上補充 謝謝 這個只有100塊而已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了嗎 好 那有以時間的關係 我們是不是在徵求最後一位 最後一個問題有沒有 好 後面那邊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日本的那個打工的問題 像之前分享的人員 他是在那個溫泉那邊 溫泉旅館那邊工作 那我想問一下像那種工作契約 大概一千就是一年嗎 還是有那種半年的可以一次 可以去嘗試兩種工作 好 謝謝 來 我們 日本代表部這邊 先來做一個回應 好 それではお答えします 仕事の契約内容については 当事者である方と契約先のラオパントの間で 直接結んでいただく形になりますので その中で決めることになるかと思います ただし ビザを発行している我々の側から ちょっと意見を言わ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と 1年間ずっと仕事をしている 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と ダーゴンドゥジアのうちの ダーゴンがメインの目的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て ドゥジアの部分の要素が薄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ので 若干ちょっとビザの趣旨に合わ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 っていう気もしますので そこら辺を考えつつ 日本に行ってから ラオパント契約を結んでいただくように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基本上 像這個工作契約的期間部分 都是由這個申請者 當事人跟對方 這個老板去談了之後決定的 那由我們的立場 這個簽證發行者立場而言 那就是說 假設你希望是去 然後簽訂一年的 這個打工契約的話呢 基本上 可能跟這個打工度假 簽證核發的主旨 有點可能不太符合這樣子 那在考量到這一點之後呢 可能再請申請者想想說 自己大概要工作多久比較恰當 之後再去跟對方的老板去談著合約比較OK 其實啊 剛才你們看我在那個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我的契約是打6個月的 因為其實啊 日本還是有規定就是說 外國人如果 待在日本超過180天以上的話 是要扣稅的 所以其實那時候這個 我們 我的這個代辦公司呢 它是專門在代辦一些 大學生到國外去做實習的一個 比較正式的課程的這樣子的一個代辦 所以我們簽約啊 我們都是一次 最高是簽到6個月 那我的情況是 我在那個飯店 先簽第一次月6個月 然後簽第二次月是3個月 我總共打工 對不起4個月 我總共打工10個月 然後最後一個月 我就開始瘋狂的旅行 到日本的國內去瘋狂旅行找朋友 然後呢在最後一個月的時候 我跑去韓國 又瘋狂的旅行一個月 所以其實啊 我真的是先打工完之後 狂度假這樣 所以這是我一年的生活 不知道可不可以提供你做參考 謝謝 好 我們謝謝今天 大家熱烈的這個參與喔 我想 在今天說明會當中喔 我們 不管是各部會的代表 還是我們 都提供大家很多這個 寶貴的這個 這個 說明或是經驗建議等等喔 那我們在 今天這一本這個 先導會這本所冊當中喔 其實各部會也有很多的 相關他們 全責 這個 主管全責裡邊 相關的一些規定 或是 大家可能需要 尋找 那 也有相關的網站喔 都在這上面喔 那 大家可以 隨時的參考 那 在這邊我們 還是要提醒各位 青年朋友喔 這個 住假打工非常的重要 但是 最重要的 我們還是要 注意 安全跟 自己權益的維護喔 那 我想在 要出去 度假打工之前喔 光是這個 我們的這個 熱情跟活力 是不太夠的喔 那 還需要說 各位要收集相關的 這個 要到 度假打工 這個 國家相關的一些 充分的資訊 另外 還要先做好 相關的準備喔 那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 在今天這個 這個 宣討會 結束之前喔 我想 這個部分 我們也請外交部 這邊 他們負責這個 度假打工相關的 各機關 當中相關的這個協調工作喔 那我們也請外交部這邊 再跟 各位再做一個 提醒說明 感謝教育部喔 那 就是 其實 外交部推動 度假打工 這一個案子來喔 就是 受到的那個 回想蠻多的 然後 其實參加的 民眾 其實像剛才我們也有聽到 已經有 十萬 十六萬多人 的年輕人到國外去度假打工 那我們也覺得說 這個 政策推出來 受到 就是 年輕人的這麼的喜歡 實際上也是 就是 超乎我們的想像之外 也超乎我們的預期 不過 我們也覺得說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政策 就是讓 年輕人能夠就是 有到國外去出國旅遊 同時能夠就是 兼顧他自己的那個什麼 就是說 就是說 旅費喔 能夠賺一點旅費 那這一個政策 那 未來外交部 當然會再持續的 就是跟 就是去洽遷 然後 我們洽遷的國家 當然會以 就是 就是說 比較先進的國家 比較安全的國家 來做這一方面的一個 一個洽遷 那當然就是 我們也很感謝 就是 教育部還有其他的部會 就是 在這一方面給我們 很大力的支持 那外交部在這一方面呢 我們有做了一個 所謂的 青年度假打工的一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呢 你們可以在 外交部的首頁上面 就可以找得到 然後或者是說 你可以打一個 就是 台灣青年放贏世界 那在放贏世界 這一個網站裡面也都有 那這個網站裡面有 就是 所有度假打工的 相關的規定 那也有像 包括 像我們如果說 有辦什麼活動 那這個活動上面的這些影帶 我們也會把它放在 放在那個 就是網站上 包括今天我們的 那個網路直播 大概過個兩天 過個三天 我們就把它放在 就是這個網站上 放在這個YouTube上面 然後給所有的那個 就是說 有想要來看的 這個青年人 就是來 就是說 沒有辦法來這裡的人 也可以再繼續 繼續再觀看 那當然就是 就是 如果說 各位青年朋友 如果說 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就是沒有辦法在這一次回 就是問的 或說我們還沒有 就是回答很周全的話 也隨時 吃個電話到外交部來 那我們 當然就是 我本人是負責這個 青年度假打工網站 這一個部分 那當然其他部分呢 就是 有我們地獄室的同事 他們也都會 那個什麼 就是他們有專責的人在負責 那 如果有相關的問題 我這邊沒有辦法回答的話 我也都會請我們的同事來 來協助 那就是 也非常感謝大家 來參加這一次的活動 謝謝 好我想 我們再次謝謝大家的熱情參與 那我們也謝謝 在場各部會 代表我們駐台單位的 代表 還有我們分享的 幾位分享的青年 那這 謝謝大家的 讓今天的這個 我們這個宣導會 還是蠻熱烈的 那我們也 這個下禮拜天的 這個下午2點開始 台北場次的 我們也希望 歡迎在座的各位 能夠透過線上 這個網路線上直播 持續的參與 那我們可能 可以聽到 還有其他不同的 這樣的一個經驗分享 那如果有其他的問題 相關的問題 我們也歡迎 各 各部位這邊 留有 這個電話的 或是說 有網站E-mail的 我們都歡迎 各部位 各位能夠直接跟 各主管部位這邊聯繫 也歡迎這個 外交部這邊 剛剛也提到 相關的問題 也可以 在外交部這邊 我想 大家都 非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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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大家的 這個 出國 對外打工 這個問題 那我們 還是 謝謝各位 那 再次 祝福各位 要出去之前 能夠快快樂樂的 出國去體驗 但是最重要 平平安安的 這個 帶著滿滿的 守候回來 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 好 非常謝謝我們的 主辦單位 跟各部會的貴賓 那大家也謝謝 今天青年朋友們 熱情的參與 那希望活動的最後 大家可以透過問卷 給我們活動一點指導 跟意見 那謝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 順利的結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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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RI idar Нам 啟稶